第741章变身 黄小龙的话 又让全场陷入了一种死级的诡异气氛中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米莲 人们的目光中 充满了惋惜 遗憾 讽刺 幸灾乐祸 原本 景小夕是米莲名正言顺的未婚妻 娃娃清 哪怕景小夕并不喜欢米莲 也必须乖乖地让米莲为所欲为 夜夜啪啪啪 可是 米莲居然以十块钱的价格 将景小夕转让给了黄小龙 眼前的景小夕 心力脱俗 体香维醺 体态轻盈恶魔 气质淡雅 说实话 这种极数的美女 已然是玩爆了电视里那些靠整容和PS塑造出来的所谓女星 如此动人的美女 原本是属于米莲的女人 却是拱手他人 代价 仅仅只是可笑的十块钱而已 这件事情 简直让米莲气愤羞怒地吐血 中意之间 完全填满了后悔 那后悔 便如钻心的毒蛇一样 啃视着米莲 这件事情 一旦传出去 再麻事 米莲绝对会成为一个笑柄 一个自己给自己戴绿帽子的蠢货 放屁 米莲颠狂暴怒 脸孔猙瘾的不像话 一对瞳孔中 也不满了恐怖的血丝 小子 你给我听好了 什么协议 狗屁协议 井小夕就是本少爷的女人 事项的 就给本少爷立马滚蛋 否则 本少爷要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那样红 不是吧 这样抵赖也行 黄小龙嘴角微微上翘 将那份协议取了出来 若 这上面明明写清楚了 我给你十块钱 你就把井小夕卖给我 还有你的亲笔签名和手印 你抵赖不了 妈的 米莲眼中闪过恶毒的神色 整个人杀气腾腾 对着身后的马仔道 给我上 把那份协议抢过来 然后 打断这家伙的手脚 米莲在麻事 也是出了名的顽固恶哨 手底下养了十几号打手 在麻事几乎就是肆无忌惮 横行霸道 怎会将黄小龙放在眼里 一声令下 米莲身后的一群飙形大汉 如恶虎扑石一般 朝黄小龙扑了上来 围观的人 纷纷避开 唯恐殃及持鱼 起料 蹭蹭蹭蹭 一个个飙形大汉 竟是如麻袋扳飞了出去 并伴随着骨骼暴碎的声音 没有人看到黄小龙是怎么出手的 转眼间 这群飙形大汉就摔倒在地上 他们的右臂都尽数折断 痛得嗷嗷惨叫 嘶 四面八方 倒抽凉气的声音 此起彼伏 这家伙到底是谁 特种兵 而米莲智了一下 眼中闪过一抹金句之色 要知道 他手下的打手 竞数都是身经百战的打架高手 一个人单挑好几个人 都觉没有问题 可是 在这电光火石之间 就被黄小龙打飞 就连手臂都被打断了一条 硬角色 毫无疑问 眼前这个看似人畜无害的少年 就是个硬角色 你 你 你特麻还挺能打 米莲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不过当他眼角于光 挑到锦小溪的时候 脸上却是浮现出来 一抹极度不甘之色 听着 这件事 关系到我们米家的面子 麻湿地上流圈子 谁不知道 锦小溪是我的老婆 是我们米家的媳妇 如果 你这样抢走锦小溪 就算我不找你的麻烦 我们米家 也绝对不可能 善罢甘休的 你打伤我的人 我可以不予计较 不过 你不要自悟 在麻市 得罪了我们米家 那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 哈哈哈哈 真是搞笑 我哪有抢你的女人 明明明是你卖给我的 黄小龙戏虐一笑 想找人打断我的手脚 嗯 行 那我就陪你好好玩玩 至于麻市米家 最好不要来招惹我 否则 有可能家破人亡 好大的口气 周围的人 纷纷惊叹 不过 对于黄小龙的行为 却是有些不以为然 在这些人看来 黄小龙哪怕打架再厉害 都不可能同一个家族抗衡 米家是麻市的老牌豪门 根深蒂固 方方面面的人脉关系都有 要不着痕迹地弄死一个人 的确太轻松了 说大话人人都会 不过 我看你应该色力内忍了吧 米连根本不相信 黄小龙无所顾忌 连米家都不怕 他凝笑了一下 凶狠到 最后给你一分钟的考虑时间 如果你仍然明完不灵 那么 你就是与整个米家为敌 会因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我还考虑葛屁 黄小龙终于有些不耐烦了 脑子里略为回忆了一下 便是默念了一段咒语 将手中那张符传扔向了米连 也就是从井小溪体内 取出来的那张符传 嗖 这张符传 宛如长了眼睛一样 直接钻入米连的身体中 哄 刹那间 米连全身光芒绽放 整个人被包裹在了刺目的光滑中 围观的人 纷纷侧目 接下来 从那团光芒中 渗出一丝一缕腐臭的味道 这是一种比糊臭还要难闻的味道 就好像 井小溪当初生病之后的那种体臭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令人惊骇欲死的事情发生了 当那片光滑消失之后 米连不见了 不 准确地说 米连变身了 她变得和刚才的井小溪一样 拱起一个高高的驼背 左边尖头高 右边尖头低 面容有黑如墨 脸上坑坑洼洼 宛如月球表面 丑 米马太恶心 太丑了 身上又脏又臭 本来 米连虽然谈不上薄膜英俊 但至少并不难看 可现在 摇身一变 就变成了一个奇丑无比的怪物 啊 米连也意识到了自己现在的状况 发出一声高分贝的惨叫 两眼翻白 直接昏厥了过去 扑 你老是嘲笑别人丑 现在 你也变成了一个丑八怪 以后 你就好好享受各种嘲讽和比仪吧 黄小龙咧嘴一笑 小龙 你 你把井小溪体内那张扶转 放进了米连身体里 然后他 他就等于和井小溪交换了一下位置 哇塞 太帅了 不过 小龙你为什么会使用那张扶转啊 楚婷婷又惊又喜又是好奇 我当然会啦 黄小龙笑道 还记得我刚才讲的那个故事吗 清朝的那个妖道 法力还不错 他最拿手的 就是自创了一种这样子的符传 这个道士 我是认识的 还从他手里 学到了这种符传的画法和用法 在井小溪体内藏符 让他变丑的道士 要么就是那个清朝妖道的后人 要么就是他的弟子 呃 小龙 你咋会认识清朝的那个妖道呢 楚婷婷脑子根本反应不过来 当然 黄小龙是在地府中 认识的那个清朝妖道 不过他自然不会告诉楚婷婷这种秘心 这里太混乱了 我们快走吧 黄小龙招呼井小溪和楚婷婷 快步离开 第742章 他一定对我恨之入骨 美食街的一家餐厅 包间内 黄小龙 楚婷婷 井小溪 正在吃饭 其中吃相最惨的 竟然是井小溪 只见他扶案大嚼 狼吞虎咽 完全没有丝毫美女的风度 看来 被你连月代的这些年来 井小溪是连一顿饱饭都没吃过的 额 小溪 你慢点吃 你慢点吃 楚婷婷连忙道 谢谢你 以后 以后我就跟着你了 井小溪抬起头来 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黄小龙 我知道你很有本事 遇到你 是我的福气 如果不是你 我都不知道还有没有勇气继续活下去 哈哈 你当然跟着我啦 我花了十块钱把你买来麻 黄小龙调侃道 对了 小溪 你不回家族了吗 现在你恢复了样貌 井家 井家应该不会放任你跟随小龙 楚婷婷道 他们早就把我扫地出门了 我给家族抹了黑 井小溪渲染玉剔的道 拳击可怜兮兮的看着黄小龙 对不起 害你得罪了米家 要不 你赶紧带我离开麻市吧 你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不 这个你就不用替我担心了 黄小龙无所谓的笑了笑 对了 那天你是怎么遇到那个道士的 井小溪喝了口水 眼中浮现出一抹又恨又怕之色 那天是我十八岁生日 我在回家的路上 遇到一个身穿道袍的男人 大概就是二十来岁 拉里拉他的 他一看见我 就说 你是麻市第一美女井小溪吧 果然蛮漂亮的 我又不认识他 就随意的客套了几句 然后就准备贴下他 没想到他又说 他 他对我一见钟情 他早就听说麻市第一美女 这个称号了 今天特意来看看 我是不是真的那么漂亮 他说我比传言更漂亮 然后 然后就让我做他的老婆 我当然拒绝啊 而且还骂了他几句 没想到 那个道士却说 我在二十二岁生日那天 他会来娶我 他还说 不必担心我 我出轨 我会为他守身如玉 当时 我以为是遇到疯子了 就吓得逃走 那道士也没有追赶我 不过 当我在跑出十几步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 身后有什么东西 砸在了我身上 我吓得一回头 那个道士站在原地 笑嘻嘻地说 让我等他 在我二十二岁生日当天 他一定会来娶我的 而我也只能嫁给他 没有其他选择 等我回家之后 就生病了 然后第二天 就变成了那种 那种怪物一般的模样 那个道士太可恶了 听完 楚婷婷愤愤不平地道 井小夕你又没有招惹他 甚至可以说和他是素不相识 他居然害了你好几年 差点把你害死了 错就错在你长得太漂亮了吧 黄小龙身以为然的道 那啥 距离你二十二岁生日 还有几天呢 还有两天 忽然之间 井小夕那吹弹可破的绝美翘脸上 泛起一抹恐惧之色 他的脸色 很快就变得有些苍白 那 那个道士 他说 要 要在我二十二岁生日当天 来找我 他会不会 他会不会真的来 别害怕 这都已经过去足足四年了 那的道士只是吓唬你的 井小夕 你别害怕 他不会来的 楚婷婷柔声安慰道 不 他一定会来的 黄小龙似笑飞笑的道 这家伙的道法 还算是比较不错 又继承了那的清朝妖道的衣钵 这种人说过的话 就一定算数 他说要在井小夕二十二岁生日当天现身 就绝不会迟一天 也不会早一天 这话 把井小夕吓得更是脸色难看 他是一招招舍要十年怕紧绳 扑 怕什么啊 黄小龙大笑道 我倒是巴不得他来找你 这样 我就能和他好好玩一次了 嘿嘿 这人应该很恨我吧 他处心积虑 在你身上放入浮转 让你变成丑八怪 这样就没有男人敢碰你 你便能为他保留处子之身 但是很可惜 这个如意算盘 被我打碎了 哈哈哈哈 我花了十块钱 就把他的野心和计划戳破 他一定对我恨之入骨 有意思 太有意思了 婷婷 这次来麻事 还真是来对了 好玩得很 好吧 小龙 你还真是游戏人间 楚婷婷无语地摇了摇头 景小夕更是用一种极度好奇的目光 看着黄小龙 玄疾柔声道 我 我以后也叫你小龙 好吗 以后 以后我跟着你 你 你会不会像米莲那样 那样辱骂我 虐待我呢 不过 我想你不会 我能感觉到 你是个好人 哈哈哈哈 我当然不会虐待你 黄小龙深深地感觉到 景小夕身上有一份不安事事的单纯 或许是因为 她被这个世界抛弃太久了吧 吃完饭 楚婷婷带黄小龙的景小夕 去见她的母亲 出起来 楚婷婷的母亲 倒是个可怜的女人 在她风华正茂之时 被楚婷婷的生父看上 巧取豪夺 将其霸占 并生下了楚婷婷 可是 楚婷婷的母亲 不但没有得到名分 反而被羞辱 被戴上了小三的帽子 在楚家 楚婷婷母女二人 算是寄人篱下 寿静白眼 三人来到一个高档住宅小区 小龙 楚婷婷解释道 我妈住的房子 是我 我 我那个爸给的 我妈没有工作 家里穷 买不起房子 只好 只好住在这里 我的理想就是 在滨海大学 好好教书 迟早有一天 会在滨海购置属于自己的房子 把我妈接过去 从此不必留在麻室受气 放心吧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黄小龙笑道 走进小区 来到一栋花园小洋楼的下面 在楼下的停车位上 停着好几辆中高档的轿车 其中一辆黑色麦巴赫 极为惹眼 他 他 他来看我妈了 楚婷婷看着那辆麦巴赫 眼中略过一抹愤闷之色 呃 这是你爸的车啊 挺不错的 黄小龙笑道 小龙 我们 我们 我们上去吧 楚婷婷咬了咬牙道 等会 他要是对你问东问西的 你别理他 就当他不存在 别给他好脸色看 我和他的感情 也 也是很淡的 好啦 我自有份寸 黄小龙笑道 走吧 上楼去 第743章 我为什么要向你证明 楚婷婷领着黄小龙和景小熙回家 敲门 开门的是一个清秀的妇人 样貌和楚婷婷有几分消似 但多了一些楚婷婷不曾有的柔弱与风姿 不用说 她就是楚婷婷的亲生母亲了 婷婷 回来啦 楚婷婷一见楚婷婷 眼睛就放出喜悦的光芒 连忙侧身一让 快进去吧 你爸也来了 她来做什么 楚婷婷有些不悦地走进屋去 黄小龙一脸笑意地跟着楚婷婷 景小熙低着头走在黄小龙后面 咦 楚婷看了看黄小龙 眼中浮现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口中道 请进 请进 这套房子倒是挺宽敞 似是两厅的格局 待前后两个大阳台 大约有三百来平米 也算是不错了 只见 客厅沙发上 坐着一个中年男子 正在喝茶 此人样貌还算成熟英俊 身材没有发福迹象 细致沉稳 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而且看得出来 年轻的时候 应该是一个风流倜傥 很受女人欢迎的主 这应该就是楚婷婷的爸爸了 她口中那个霸占了母亲 父亲薄姓的男人 不过从面相上来看 此人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的人 黄小龙在用望细数观察 发现楚婷婷的父亲 应该算是一个好人 再回头看看楚母 她眉宇之间 除了一丝淡淡的忧愿之外 对于楚父 并无憎恶 反倒是喜欢顺从的很 看来两人是有感情的 当初那巧取豪夺的说法 恐怕是有出入 不过这并不关黄小龙的事 婷婷 回来了 这次你爷爷八十大寿 你是应该提前回来的 楚父抬头看向楚婷婷 目光中有着一些严厉 不过也有难以掩饰的溺爱 楚婷婷淡然道 刚回来 有些累了 如果没什么事儿 你先走吧 我想休息 婷婷 你一个人在滨海教书 我和你妈都不放心 这样吧 你爷爷已经同意了 你可以回麻室 在楚氏集团 担任一个副总的职位 这可是我和你爷爷 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 楚婷热切的道 不用啦 我在滨海教书很开心的 能养活自己 楚婷婷表现得很冷漠 婷婷 你还在怪我 楚婷叹息了一下 对这些年 我是没太管过你和你母亲 也让你们遭到了家族里 其他人的嘲笑 羞辱 是我对不起你们 可无有我的难处 再说 现在我不就是在竭力弥补吗 对了 婷婷 我和你爷爷 给你挑了个男朋友 要不 在你爷爷受胆那天 你们先见葛面 是米家的一位少爷 婷 楚婷婷大叫道 不过 心中有着一种的义的味道 看来 我还真是有先见之名 把小龙给带回来了 要不然 又得被烦透 米家的少爷 我根本不感冒啊 抱歉 你和爷爷的好意 我心领了 不过 男朋友什么的 不需要你们替我介绍了 我 我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说到这里 楚婷婷难免还是有些羞涩紧张 这可是她第一次带男朋友回家 介绍给父母 哦 这时 楚婷才终于将目光 看向了黄小龙 她也看到了景小熙 但并没有第一时间把景小熙给认出来 只是感觉到眼熟而已 楚婷没心思去考究到底在什么地方见过景小熙 她的注意力 完全集中到了黄小龙身上 对于亲生女儿挑选的男朋友 楚婷还是非常在意的 你是婷婷的男朋友 是啊 黄小龙笑嘻嘻的道 你 我看你年龄似乎比婷婷还小一些 你是做什么的 楚婷盘问道 并用锐利的目光 仔仔嘻嘻审视着黄小龙 我啊 我有很多身份啦 总的来说 用你们城里人的话来讲 就是自由职业者 黄小龙笑着回答道 换言之 你就是没有正式工作 楚婷的脸色 一下子就阴沉了起来 别别急 你说话不要那么大声 吓坏了婷婷的男友怎么办 楚婷小心翼翼的道 什么男朋友 我这个当父亲的根本就还没有同意 楚婷脸色非常不好看 我和小龙是两情相悦 况且 我恋爱的事儿 根本不用你和妈妈操心 楚婷婷大声道 这 楚婷的脸色 稍微缓和了一下 旋即对着黄小龙道 小伙子 刚才我一定很失态吧 不过 这样 你听我说 婷婷是个很乖的女孩子 从小到大 我因为种种原因 一直都亏欠了他们母女二人 说实话 我很内疚 我一直想要补偿 我希望婷婷 能够过上很好的生活 做父母的 也有虚荣心 说俗点 我希望婷婷可以嫁得好 这辈子衣食无忧 过阔太太的生活 对 我就是这么俗气 我这辈子已经欠了婷婷太多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嫁给一个 一个还在奋斗中的年轻人 楚家 很多人都在等着看婷婷的笑话 我不能让他们取笑婷婷啊 小伙子 以后 你当了父母 就能理解我现在的心情了 抱歉 真的很抱歉 我想 我的女儿 不能够跟你在一起 楚妇的态度 显得极为诚恳 楚婷婷正欲争辩 黄小龙示意她不要吭声 黄小龙慢条思理的道 第一 婷婷嫁给我 不一定就是嫁得不好 第二 这次婷婷回麻室 不会被人取笑的 相反 我会帮她拿回 这些年 她失去的尊严 哼 说得好听 楚婷目光闪烁 你说话太浮夸了 你越是这样说 我越不放心把婷婷交给你 你 你别干涉婷婷的私生活啊 介绍米家的人给她 她不一定喜欢 再说 一入豪门深似海 我 我不就是这样 我不想婷婷 重到我的副车啊 说着 楚母都哽咽了起来 擦了把眼泪 文言 楚婷顿时心软 叹了口气道 小伙子 不是我看不起你 除非 你能够向我证明 你 你的才干 楚婷毕竟不是一般人 一见黄小龙的面 就觉得眼前这少年目光清澈 多半并不是坏人 可同样 黄小龙看起来 并不像是什么拥有太强背景的人 以楚婷的经验来讲 也就是个普通家庭出来的人吧 既然背景不强 那推而求其次 变得看看他的才干 且 我为什么要向你证明 黄小龙不屑地道 对 小龙是大有本事的人 他才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呢 楚婷婷也是满脸不高兴 就在这时 楼下传来嘈杂的人声 还有女人尖利哭泣的声音 是 是张姐的声音 她哭什么 难道出事人了 楚母一惊 旋即 赶忙转身就开门往楼下跑 张阿姨是挺好的一个邻居 小龙 我们下去瞧瞧 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楚婷婷拉着黄小龙就往外跑去 景小熙自然一步一趋地跟随着黄小龙 楚婷想了想 还是站起身来 往外面走去 楼下 此时 只见一群人围着一个少妇 在少妇的怀中 躺着一个六 七岁的小男孩 此时 小男孩的右手手腕 有一块类似于齿痕的痕迹 在这块痕迹的周围 肌肤成淡紫颜色 触目惊心 更为害人的是 小男孩的整条右手都已经开始浮肿起来 赶紧打120叫救护车啊 孩子估摸这是被什么咬了 多半是蛇 而且还是毒蛇 一鸣为官的大伯焦急的道 张姐 咋回事儿 楚婷赶忙跑过去 蹲下身 看着小男孩的右手 哎哟 亮亮这是 这是被什么咬了 好吓人 叫了救护车没有 楚阿姨 小男孩倒是很可爱 翠生生地叫道 不过 脸色有些发红 楚婷婷一摸她的额头 已然是有些发烫 糟了 孩子发高烧了 看来已经被咬了好一会儿啦 怎么现在才发现 楚母也是急得够呛 是被蜈蚣咬了 黄小龙慢条斯理地走了过去 让我给她治吧 婷婷 楚父一张脸板起脸来 你赶紧叫你的这个男朋友回来 别胡闹 这种事情 交给医生不就好了 你看看 那小孩子的手已经肿这么厉害了 他要是瞎搞 弄巧成拙 恐怕会担责任 哎 婷婷 你看看你 找的什么男朋友 太冒失了 为什么不找一个稳重一些的呢 这样才能够照顾你啊 你不要说这些废话了 好不好 楚婷婷不耐烦地道 李能志 楚母和那个张姐 同时抬起眼睛看着黄小龙 眼中都有着求助的表情 这个很简单的 黄小龙笑了笑 然后走到旁边的花圃中 从一片树叶上 找到一只虫子 那是一只盐油 俗称鼻涕虫 黄小龙手握盐油 回到小男孩身旁 蹲下身 来 我给这个小朋友智商 这个 用 用什么得亮亮智商 张姐错愕不已 用这个啊 黄小龙笑着握住 亮亮的手 将那只鼻涕虫 放在了亮亮被咬伤的部位 这是鼻涕虫啊 张姐急了 黄小龙刚刚站出来的时候 张姐还以为 黄小龙是一名医生 能给亮亮智商 可没想到 他居然去抓了一只鼻涕虫过来 这不是搞笑吗 不要胡闹了 停停 你立刻 马上 让他不要再胡闹了 这简直就是丢人 丢人是小 延误了这个小孩子治疗的最佳时期 真出了视耳 到时候脱不了干系 恐怕要吃官司 楚父大吉 第744张无疲婴儿 面对楚父的质疑和阻拦 楚婷婷也没搭理 他知道黄小龙虽然平时屌儿郎当的 但关键时刻 绝对不会装逼 是大有本事 大有内涵的一个奇男子 因此 现在主动给这个小男孩亮亮智商 黄小龙绝非无地方使 他是很有本事的人 井小熙在一旁一本正经的说道 如果说 楚婷婷相信黄小龙 是因为对黄小龙的了解 那么井小熙的信任 则是发乎内心 一种直觉 理问 楚父气得跺脚 不过 他在看井小熙 确实越看越眼熟 他还是书里回忆起来 这漂亮姑娘 究竟是谁 楚父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自己绝对试认是眼前这个绝美少女的 另一边 楚母也是完全无语了 本来 他还想帮黄小龙在楚父面前说几句好话 让楚父认可这个准女婿 可没想到 黄小龙是这么的冒失 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只见 黄小龙忽然用手 将放在亮亮手腕咬伤部位的鼻涕虫 一把捏碎 那粘稠恶心的江亿 滋滋标出 便是涂抹在了亮亮那已经开始渗浓水的咬伤部位 你在干嘛 你究竟在做什么 亮亮的母亲 那张姐 终于忍无可忍 勃然大怒地斥责起来 起料 亮亮却是咯咯咯地笑道 好舒服啊 我的手不疼了 我的手不疼了 只见 从亮亮被咬伤的部位 流出一些黑色恶臭的液体 他那种起的手臂 开始消肿 发烫的身体 也是很快降温 脸色恢复正常 不是吧 围观看热闹的人 惊骇不已 一只鼻涕虫 还真能治疗咬伤 这也太神奇了吧 这是 这是怎么回事 楚父的眼中 尽数都是不可思议的表情 其实很简单的道理 黄小龙笑道 被蜈蚣咬了 最好的方法 就是用盐油 也就是鼻涕虫去治疗 因为盐油是蜈蚣的可星 当一只盐油遭遇到一条蜈蚣的时候 它是怎么劣食的呢 首先 盐油会吐出黏液 围绕着蜈蚣画一个圆圈 这样蜈蚣就不敢动了 这就叫做化地为牢 然后呢 盐油会大摇大摆地爬到蜈蚣跟前 再用黏液 将蜈蚣的脑袋融化 最后慢慢吃掉 这个时候 亮亮的伤势 已经完全地治愈了 站起来又蹦又跳地 恢复了顽童的活跃 太神奇了 简直太神奇了 张姐脸上 又是感激 又是歉意 连忙道 小伙子 刚才我太紧张了 错怪了你 请你不要介意 我 我在这里 给你道歉 并且 我衷心地谢谢你 没关系的 黄小龙的笑容 宛如春天一般温暖 当下 在场的小区居民 都是对黄小龙刮目相看 这少年鞠躬不傲 的确难得 楚妇看向黄小龙的目光 也是有些变化了 从一开始的厌恶不屑 变得略为有些重视了 就在这时 围观的人里面 有一个中年妇女 目光闪烁 犹豫了一下 那终于还是走出来 对黄小龙道 小伙子 你 你是医生 我医生 我不是医生 我有没有兴趣当医生 不过 医术算是我的一个特长吧 黄小龙如实回答道 那 那 中年妇女看着活蹦乱跳的亮亮 终于一咬牙 小伙子 能不能帮我看看我 我的儿子 呃 黄小龙一致 这个时候 楚母将黄小龙拉到一边 柔声道 小伙子 这位是宋姐 她今年都差不多40岁了 但小孩才刚刚出生不久 算是老来的子了 可是 她家小孩 从一出生 就得了一种怪病 寻医问药 任何医生都束手无策 那啥 宋姐一定是想让你 帮她的儿子治病 可是 她儿子的病 明显要比亮亮严重很多 你看 如果没把握 你就委婉地拒绝了吧 楚母这是怕黄小龙有失 所以善意提醒 不用拒绝的 这个世界上 没有我治不好的病 去看看吧 黄小龙随意一笑 这 文言 楚父又是一簇眉 刚才黄小龙用鼻涕虫 给亮亮智商 的确让楚父对黄小龙的看法 有所不同 不再直接否定黄小龙 可眼下 她连患者的情况都不知道 就大言不惭地说能治 从医生这个角度来讲 这是大忌 天下间任何一名医 都不敢说自己包治百病 流吹大了 给予了患者以及患者家属希望 最后又打破这个希望 这是何其残忍的一件事啊 那宋姐确实抱着火马当成死马医的态度 连忙带着黄小龙去她家里 楚婷婷一家人 还有景小夕 以及周围看热闹的人民群众 一窝蜂的跟在后面 宋姐家 同样也是一个三千四百平米的大平层 客厅里 一张婴儿床边 几个人围着 唉声叹气 一脸愁容 看到宋姐打开门 一大群人涌进来 一名中年男子 脸色不悦地道 老婆 你带这么多人进来干嘛 老公 你先别急 我给小宝找了一位医生 宋姐满脸希望地道 然后拉着黄小龙 走到婴儿床旁边 宋姐的老公一脸直一地 看着眼前这个少年 李氏医生 黄小龙并不理睬 他目光看向婴儿床上 躺着的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 只见他全身 这婴儿竟是通红色的 也就是说 这婴儿竟是没有皮肤 无皮婴儿 在他的身上 还在渗着一些淡淡的血水 浓水 组织液 婴儿似乎非常痛苦 抿着嘴 小小的身体一抽一抽的 小伙子 求求你了 给我儿子制制吧 宋姐情绪失控 大哭起来 老婆 你 你 唉 宋姐的老公 猴头也是哽咽了起来 不过 他绝不相信 眼前这个少年 能够治好自己儿子的无皮怪病 楚妇不动声色的在旁 看了看无皮婴儿 心中发麻 他不动声色的道 唉 孩子真可怜 不过 现在的医学这么先进 一定能治的 建议送到京城 亦或者是国外去治疗 可可 小龙对吧 你就别在这里打扰孩子休息了 楚妇的意思很清楚 这病 看起来非常严重 你根本不能治 赶紧推诿才是正经 这病莫什么大不了 黄小龙忽然道 我能治 太好了 太好了 宋姐激动发颤 直接抓住黄小龙的手 泪流满面 小伙子 不管花多少钱 只要能治好小宝的病 哪怕是倾家荡产 我们夫妻也认了 不用倾家荡产 那啥 一分钱不花 这病就能治好 黄小龙 亚然失笑 一分钱不花 宋姐的老公 倒是警惕了起来 不可能 你骗人 我家小宝的病 已经非常严重了 哪怕能治 花费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你说一分钱不花 这这不是宽我们吗 第745张 活埋 是啊 一分钱不用花 就能治好你家小孩的病了 黄小龙眼睛都不带眨 一下的道 荒谬 简直就是荒谬 这几个月 我带小宝去了 不知道多少大医院 京城的大医院也去过 前前后后 检查费加上治疗费 一共花了不下一百万 可依旧无法治疗 你 你居然说 一分钱不花 就能治好小宝 那那你 你这是在修辱那些大医院 宋姐的老公 起得面红耳赤 他也是高知识分子 凡事都要相信科学 如黄小龙所说 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况且 骗子的套路 都是一开始对你讲 他不要钱 真正骗钱的环节 是在你进入套路之后 你给我出去 马上出去 宋姐的老公 对着黄小龙逼吼道 我家小宝已经很可怜了 我和他母亲 每天嘟嘟日如年 我们不想再被一个骗子 玩弄于鼓掌之间了 宋姐哭道 老公 就是是吧 不是 你怎么知道 这小伙子说的话是假的 不 我不许他在我儿子身上动手脚 宋姐的老公 极为倔强 处父和处母 在一旁尴尬地要死 丢人啊 真是丢人 送上门找骂 呵我看在小孩可怜的份上 不和你们计较 黄小龙无所谓的笑了笑 旋即淡然道 这小家伙出生 应该不是在医院吧 我猜测 要么是在江河之上 要么是在大海之上 当然 在飞机上出生的可能性也有 思 这句话 让得宋姐和她的老公 身体都震了一下 小伙子 你 你怎么知道 我 我们家小宝 出生的时候 我 我和老公 正在游轮上 我们是准备坐游轮 去欧洲 让小宝在欧洲出生 之所以选择游轮 是 是和我老公 也想在小宝出生之前 最后享受一番出海的浪漫 过一过二人世界 可是没想到 小宝的预产期 提前了一个多月 幸好游轮上的医疗设施 还是很完善的 小宝在游轮上出生 五天之后 我们才上岸 到了欧洲 可没想到 刚上岸第二天 小宝 她 她就生了这种无皮的怪病 宋姐颤声道 这就没错了 黄小龙笑道 好了 我就不多说了 志不志在你们 如果你们相信我 现在就把小孩子交给我 我可以当着你们的面医治 如果不信我 那我立刻走人 等等 终于 宋姐的老公 鬼使神拆得到 那 那 那就麻烦你了 黄小龙笑了笑 然后直接伸手 从婴儿床上 将小宝宝了起来 你们家里有米吗 普通的白米 有的 有的 宋姐连忙道 带五斤白米 如果不够 就去附近超市买 黄小龙笑道 走 去下面小区 不多时 一群人跟着黄小龙 来到了楼下小区 黄小龙找了一块土质疏松的草坪 他将婴儿交给井小西抱着 然后 黄小龙便是用双手 在草坪中抱起土来 围观的人非常多 就连小区保安和物业听到消息 都跑了过来 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 是要给小宝治疗无皮怪病 可是这年马抱土是极个意思 完全疯马牛不相及啊 黄小龙手脚非常麻利 不多时便是抱出一个大约三十厘米的坑洞来 接下来 黄小龙做了一件让人瞠目结舌 惊骇欲死之事 他居然把小宝直接给放在了坑洞里面 活埋 土腹的眼珠子都快从眼眶抱出来了 这么搞会不会出人命啊 你要做什么 宋姐的老公一脸警惕 既然你们把小孩交给我 那就赌一把吧 黄小龙淡然一笑 眼睛里面闪烁出一种超然的自信 这股自信 竟是让得宋姐的老公不知所措 涌上猴头那斥责黄小龙的话 咽了下去 他为什么这么自信 这份自信 我 我从来没有在其他人身上见过 他哪儿来的自信 宋姐的老公心中涌起一个又一个的问号 宋姐留着泪道 小伙子 都按照你的意思办吧 我们 我们也是祸出去了 祸出去了 不要那么紧张麻 黄小龙将小宝 妥妥当当地放好在那个挖好的坑洞里 准备好的白米呢 黄小龙问道 宋姐将一个米袋子交给黄小龙 里面都是珍珠一般的白米 足足五金 好了 接下来 我会把这些白米 倒入这个挖好的洞里 黄小龙笑了笑 果然是将一袋子米 尽数地倒入了坑洞中 现在的状况就是 挖洞 放入婴孩 然后倒入白米 将它整个人埋住 宋姐两口子 简直紧张得快要窒息了 这么搞 会不会把小孩子给活活无死 婷婷 你这男朋友 这次 有点完大了 你确定 这是在治病 而不是谋杀 楚父脸色铁青 之前对黄小龙产生了一丝好感 荡然无存 小龙做事 自有分寸 楚婷婷坚持到 人群中 议论纷纷 许多群众 都在摇头 小区的一名保安队长 对手吓到 要出人命了 等会把这个小子控制住 然后立刻报警 小区的物业也去规劝宋姐两口子 让他们赶紧阻止黄小龙的胡作非为可以说 所有人都着急了 就黄小龙淡定聪容 老神在在地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 笑道 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 把米粒爆开 放心 米粒之间有缝隙 不会无死小孩的 小伙子 我警告你 一旦发生什么意外 你将会承担法律责任 一名小区物业的管理人员 一脸凶器 我们这个小区 是麻式的文明小区 治安一流 从来没有出过事尔 你要是搞出什么货端来 绝对不会放过你 毕竟是宋姐夫妻二人认可了黄小龙的所作所为 所以小区的物业和保安 不会强行阻止黄小龙 五分钟 度日如年的五分钟 许多人都在祈祷 小宝的怪病治不好 这不要紧 最重要的是 孩子不要发生什么意外 终于 五分钟到了 小孩的父母 亲手去把米粒爆开 把你们的心肝宝贝疙瘩爆出来吧 黄小龙嘻嘻一笑 宋姐夫妻二人 疯狂地抢了上去 爆开填满土坑的米粒 大哭道 小宝 你不要有事 你千万不能有事 第746张攀比人脉 现在 所有人都很揪心 人们最担心的 最怕的 就是送姐夫妻二人 把小宝挖出来的时候 小家伙已经失去了生命 毕竟 几个月大的婴孩 被活埋了足足五分钟 这可是非常危险的 弄出人命 以我们储家在麻市的能量 可以摆平 但从此之后 我不允许 婷婷和这个小伙子来往了 储妇的脑中 飞快闪过一个念头 终于 宋姐夫妻 将小宝给抱了出来 只见 小宝上有呼吸 而且 身上脸上 不再是通红一片 而是生长出 一层淡淡的 皮肤 这一层皮肤 非常幼嫩 但毫无疑问 小宝不再是无皮婴儿了 他好了 他长出皮肤了 轰 围观的人 一片哗然 到处寻医问药 花了足足上百万 都无法治疗的病 居然被眼前这少年 心而易举的治好 而且真的没有花钱 顶多就是浪费了五斤百米 我说过 一分钱不用花 就可以治好小孩的病 这些百米 你们还可以拿回家 洗衣洗煮饭吃呢 赤卫生的 黄小龙嘻嘻一笑 宋姐夫妻 紧紧地搂着自己的宝贝儿子 无声的泪水 滂沱而下 这一刻 他们心中填满了激动 却是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楚父的心里 宛如遭到了雷击 眼前发生的一幕 简直是颠覆了他的世界观 他很想知道 黄小龙究竟是利用什么原理 替小宝治好了恶极 这不是医术 楚父很清楚 这恐怕不是医术这么简单 小龙 我都好奇怪 这是怎么回事啊 楚婷挺美眸一眨不眨地 看着黄小龙 黄小龙笑了笑 慢条思理的道 无皮病 也是属于皮肤病的一种 而绝大多数皮肤病 特别是婴儿的皮肤病 九乘九是因为肺部出了问题 在五行之中 肺鼠精 这个婴儿 他是因为先天缺少精气 所以才患上了奇怪的无皮症 为什么他会先天缺少精气呢 因为他出生的时候 是在汪洋大海上 换句话说 他出生的时候 不接地气 精生水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精 婴儿出生的时候没有地气 五行之中 便是缺土 如此 无土不生精 肺部没有精气 便是患上了严重的皮肤病 当然 患上这种病的概率 是很小的 它只是倒霉罢了 我将它埋进土坑里 自然是让它接地气 为什么用百米掩埋它呢 因为百米是穀物 在五行之中 是属土的 给婴儿补了土气 肺部自然有精气产生 它的皮肤病 也能够很快地治愈 说完 黄小龙也不等送姐夫妻道谢 转身就走 潇洒至极 赫然 身后 啪啪 啪啪啪啪啪 鼓掌声响起 嗑彩声响起 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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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是我看走眼了 土腹眼睛大亮 婷婷 你这男朋友有才干 未来大有可为 我收回看不起他的话 我可以向他道歉 没错 婷婷 你的眼光没错 我想 他不需要你的道歉 也不需要你看得起他 楚婷婷全身上下 每一个细胞里 都被自豪填满 小龙太牛了 轻而易举 便是将楚婷折服 甚至将整个小区的业主 保安 不管 尽数折服 楚婷笑着对楚婷说道 自古有云 不做良相 便做良衣 艺术是天人之学 婷婷找了这么个艺术方面的才俊 可比嫁入豪门 还要荣耀 噗 最重要的是两情相悦 你啊你 刚开始还看不起人呢 楚婷也是欣慰得很 人无完人麻 楚婷善笑一下 搂住了楚婷的腰 楚家 楚婷整顿了一桌晚饭 黄小龙明显地感觉到 楚婷婷的父母 对他态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过黄小龙不以为意 也并不多说什么 席间 楚婷说 还有两天 便是楚家老爷子的八十大寿 楚老爷子的八十大寿 分为两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在麻市 举办一次盛大的宴席 家族众人齐聚一堂 广要亲朋好友 替楚老爷子庆生 第二个环节 便是楚家族人 回到楚家村 也就是楚家的发源地 与村民们同乐 两天之后 黄小龙不动声色地笑了笑 两天之后 也是景小溪二十二岁的生日 到时候 纳德给景小溪下福 声称要来娶她的道士 也会粉末登场 二天后 还挺热闹 黄小龙嘴角一翘 浮现出一抹玩味的笑意 楚妇又说了很多 大概意思就是 楚老爷子的八十大寿 楚家所有人都会赶回来 第二代 第三代 席剧一堂 这样免不了攀比 比什么 一方面是比自己的社会地位 成就 而另一方面 则是比人脉 这很正常 华夏本就是一个人情社会 无论是在官场上 还是商场上 甚至是在柴米油盐 酱醋茶的日常生活中 人脉都尤为重要 譬如说 一个毫无成就的人 假如他在社会上 人脉关系还不错 那么他同样会受到人的尊重 所谓的攀比人脉 便是楚家的后人 邀请自己的朋友 来给楚老爷子庆生 看看谁邀请来的朋友 更牛逼 更有社会地位 那自己也大出风头 楚妇叹了口气道 我算是一个比较固执的人 不太会逢场作戏 不如家里其他人 那么左右逢源 因此 我的人脉 算是较弱的 每一年家族有盛会 我都会因此成为笑柄 被计讽 不过 这也无所谓了 楚妇看相处 婷婷和黄小龙 你们还年轻 婷婷你在滨海大学教书 时日尚浅 恐怕也是无法与那些 有社会地位的人身交 人脉方面 你应该没有 小龙 你虽然是奇人 医术逆天 但我看你年龄比婷婷还小 根基尚浅 我也不指望你有什么人脉 但你前途无量 以后 肯定会结交权贵的 所以说 在老爷子的手段上 比拼人脉 你们就隐忍吧 到时候 免不了被羞辱 被看清 但来日方长 一时的憋屈 算不了什么 以后混得好了 人脉自来 到时候再强势打脸 我是没什么人脉 楚婷婷一撇嘴 他在滨海大学教书 相属的 无非就是一些教书将 就算将这些同事请到麻室来 也不算什么强有力的社会人脉 到时候 也是会被挖苦的 贪比人脉 这可真是有趣 黄小龙脸上 浮现出一抹似笑非笑的表情 比747张微信朋友圈造成的轰动 吃过晚饭 楚夫便告辞离去 毕竟两天后 就是楚老爷子的八十大寿了 他也必须提前回去好好筹备 这是重中之重的大事 楚母收拾碗筷 请小夕在一旁帮忙 黄小龙到阳台上抽烟 楚婷婷跟了出来 小龙 我 我 我爸刚才说的什么攀比人外 你别在意 楚婷婷不好意思地道 我不想让你为难 不想给你添麻烦 你能够陪我回家参加爷爷的八十大寿 我已经很满足了 楚婷婷知道黄小龙在滨海混得不错 也有一定的人脉 可是黄小龙的人脉究竟有多么的恐怖 楚婷婷并不清楚 嘿 婷婷 我从农村出来 在城里混了那么久 人脉 其实我也有 黄小龙咧嘴一笑 跃跃欲试地道 不 小龙 有人请也别随便用 这东西很奢侈 用一次少一次 何必用来和一些世俗肤浅的人攀比 楚婷婷语重心长地道 人情债 且 这世上 有很多人欠我人情债 我还没向他们讨还过呢 再说了 他们能来帮我撑场面 是我给他们面子 我何须还债 当然 这些话 黄小龙不会告诉楚婷婷 小龙 我先进去帮我妈洗碗 楚婷婷朝黄小龙奄然一笑 便转身回到厨房 黄小龙拿出手机 想了一想 便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 大概意思就是 两天后参加一场攀比人脉的生辰寿宴 留了自己的位置坐标 麻是 黄小龙的微信上 也是加了不少人的 而且 都不是一般人 因此 这条朋友圈刚刚发出去 便是有不少人点赞 黄小龙也没继续玩手机 回到客厅看电视了 当晚 楚婷为黄小龙和景小西 各准备了一间客房 黄小龙洗完澡就到头大睡了 夜 滨海市 林家 书家 孙家 高家 都通过黄小龙的微信朋友圈 得知了他在麻市的誓尔 一查 便轻易查到 两天后 麻市处老爷子八十大寿 黄小龙在滨海的地位太超然了 俨然就是滨海之王 一时间 这消息一传时时传百 整个滨海的上流圈子 简直就是闻风而动 去 去麻市 替小龙大师撑住场面 这是一个八截小龙大师的机会 千载难逢 啥比才会不去 一时间 滨海上流圈子 诸多的权贵 名流 都已经开始准备败手的礼物了 黄小龙的别墅 黄小龙离开滨海后 林静和马初夏等人 就住在这别墅里 顺便替黄小龙看家 看来 我们的去麻市一趟了 马初夏似笑非笑地道 咱们家小龙的场面 可不能输给其他人呢 我马上联系玄学会的人 集体去麻市 替首新翁败寿 我联系一下我们夏家的高层吧 夏英也是拿出手机 江南市 金家 金家 乃是华夏十大古武士家中 赢家附庸 金家不但是江南市的一艘商业航母 更是一个古武家族 门人过千 极其鼎盛 其家主金老爷子 百岁老人 德高望重 又是鼓舞大宗师 不仅仅在江南市 哪怕是在周边的城市 威名都是如雷贯耳 让人折服 庭院中 宫灯亮起 金老爷子正在提笔练字 唉 不知道老师什么时候再来江南市 我可想念老师的很啊 金老爷子唯唯一笑 老师威震江南市鼓舞拳赛 既金四座 又是几百家之掌的书法大家 唉 这种奇人能拜他为师的确是我的福源 就在这时 爷爷 爷爷 一个声音极为好听 样貌极美 穿着办公室OL套裙的干练女子 拿着一部手机 跑进庭院 满脸兴奋之色 孟奇 你失态了 金老爷子摇头失笑 这女子 便是金孟奇 曾与黄小龙有过一些暧昧 也早就倾心于黄小龙 爷爷 刚刚黄大师发了一条朋友圈 他目前在麻市 据说 两天后 要和麻市的一些豪门 攀比人脉 金孟奇眼睛发亮 老师在麻市 金老爷子手一抖 毛笔掉落 旋即 大声道 好 既然如此 我怎能不去拜会一下老师 爷爷 您亲自去吗 金孟奇眼中 也是闪过一抹浓浓的思念之情 一颗芳心 砰砰砰乱跳起来 恨不得立马了声双翼 飞到麻市 去见一见他朝思暮想的人 那自然是 去去去 孟奇 你马上给我准备 这回 见了老师 我一定要厚着脸皮 在他身边多逗留几天 聆听老师的耳提念命 金老爷子整个人脸放红光 似乎都年轻了好几岁 东安市 城隍庙 在城隍大殿里 有一家三口 其中 那一大一小 两位清丽绝美的女子 都是规规矩矩的跪在蒲团上 对着神龛里供奉的一个镯子 不停地叩拜 这两位女子 一个便是丁庆雪 也就是当初黄小龙 这个城隍庙的第一个相克 第一个为黄小龙奉献了 众生愿力的美女 她的愿望 是让植物人的母亲 丁夫人 能够苏醒 结果 不但母亲苏醒 而且丁庆雪还因为黄小龙的一句话 避免了一次车毁人亡的祸事 因此 这母女二人 对黄小龙 那可是虔诚信仰的很 站在母女二人身后的 便是气度深沉 满脸官微的丁市长 执掌一地的诸侯 老丁 你不要怪我迷信 这里的那位大师 的确是手段通天之人 若不是他 我这一辈子 事情也醒不过来了 丁夫人虔诚道 这 夫人 不管怎么说 那位大师 是救了你的命 于情于理 我都应该当面致谢 丁市长蹙了蹙眉 不过 现在这个城隍庙里 却找不到那位大师 这就不好办了 说实话 我不喜欢欠人情 我有那位大师的微信 丁庆雪拿出手机 爸 你真要是有心感谢大师的话 那我可以在微信上联系大师 看看他在什么地方 不过 爸 你要是见了大师 一定要谦卑一些 那是世外高人 可遇不可求 这个 好吧 好吧 因你们 你们把那位大师 吹得那么神 我现在倒是很想亲眼见一见他了 丁市长笑了笑 不是吹嘘的神 而是大师本来就是个活神仙 老丁 不准亵渎大师 你是很了解我的 我不信神不信佛 不过 从大师治好我的那天起 我就是他的信徒了 丁夫人板着脸道 丁市长俊内 况且丁夫人娘家的背景太过深厚 因此他也只好陪笑 咦 大师发了一条朋友圈 他在麻市 丁庆雪凤谋大量 两天后 大师要参加一个什么宴会 需要人去捧场 那行 丁市长点了点头 我就请年修 陪你们娘人俩去麻市散散心 也好当面感谢那位大师 我马上打电话给秘书 让他订明天早上飞麻市的机票 让黄小龙没有想到的是 他随手的一条微信朋友圈 居然引发了东安市 江南市 滨海市 三地上流社会圈子的轰动 两天后 楚老爷子的八十大寿 恐怕会史无前例的热闹 第748章出席宴会 这两天空闲 楚婷婷和景小溪 作为麻市的地头蛇 便是带着黄小龙到处游玩 不过 麻市只是一个县级市 比布德滨海 江南 东安 这等黄小龙所到过的地级市 因此 可玩的地方也不多 一两天的时间 足以游遍整个麻市 麻市 李家 大厅内 气氛阴沉抑郁 李家的掌舵人 米老爷子 雄聚上手 眼神之中 木翼磅驳 李家诸多的要员 愤愤不平地坐在厅内 脸色都有些猙獰可怕 爸 小莲 小莲 她竟然变成了这种样子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有人在麻市 动我们米家的人 这就是不给爸爸您面子啊 一名中年男子 脸上泛出浓浓的胸利之色 听小莲说 景小溪的样貌 恢复如常 但被人抢了去 爸 景小溪可是咱们米家的媳妇儿啊 可是小莲的老婆啊 这样公然被抢 对于我们米家来说 就是奇耻大辱 况且 一旦景家施加压力 我们也担待不起 说话的这个中年男子 赫然便是米莲之父 现在米莲在房间里撕心裂肺的惨叫 寻死觅活的 将她弄得心烦意乱 哼 米老爷子作然伸手在茶几上一拍 目声道 是谁 是谁把小莲害成这样 忍不忍鬼不鬼的样子 抢走我们米家的媳妇儿 那不是瞪鼻子上脸吗 这件事不处理好 我们米家就会成为整个麻室的笑柄 奇耻大辱 奇耻大辱 爸 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 是楚家的一个没名分的野种 楚婷婷 带了一个外地男子回麻室 参加楚老爷子的八十大寿 那外地人是楚婷婷的男朋友 就是她把小莲害成那般丑样 这小子似乎会一点邪法 米莲之父愤恨诉说 外地人 哼 自持会一点邪法 就跑到麻室搞风搞雨 简直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米老爷子的脸色 阴沉得可怕 不过 他沉吟了几个呼吸 便是开口道 这件事情 就在楚老头八十大寿的宴会上 兴师问罪吧 说着 米老爷子的眼睛 微微眯缝 渗透出来毒蛇一般的幽光 这回 我要楚老头颜面尽失 要整个楚家都被打脸 爸 您 您的意思是 米莲之父产生问道 对 我们终于是高攀上了江南市金家 米老爷子眼神火热烫人 金家 乃是江南市一方霸主 其家主金老爷子 百岁老人 雄风游在 金家的势力极其庞大 据说有鼓舞背景 金家哪怕随意出来一个族人 江南市的厅级干部 都得笑脸相迎 这次 我们米市集团 准备在江南市寻求一些发展 自然是要拜会一下金家这个地头蛇 没想到 金家的人 初步同意了我们的合作意向 并且将会在明天 派一名族人 利临麻事 与我们商谈合同的细节 到时候 我就请这位贵客 一起去楚家 狠狠地振折一下楚家 顺便让我们米家立威 无论楚老头的生产寿宴 举办得多么风光 金家的人一去 所有的风头 都会抢夺过来 听到米老爷子如此说 厅内的米家族人 一个个像是打了鸡血一般 兴奋的难以描述 金家 这可是一方剧情啊 米家若能高攀上金家 以后的发展 就不会局限于区区一个麻事了 有了这个靠山 必然会取代锦家的地位 成为麻事的领头羊 因此 在明天 那个楚婷婷的男友 一定也会出席楚老头的寿宴 届时 狠狠地打压 要求楚家交人 我一定会将他整治的生不如死 替我的孙人小莲 出一口恶气 米老爷子的脸上 显现出来了几分凝笑 次日 楚老爷子的大好日子 黄小龙和楚婷婷母女二人 便要赶去宴会现场 今天楚婷婷很早就起来收拾打扮 配搭衣服 不过她的穿着并不显得多么奢华名贵 反而简单得很 她穿的是一件白色的无袖T恤 胸口有个碗熊的彩色图案 外面套了一件欧十丽新款秋装外套 下身是蓝色的牛仔裤 一切显得合身得体 眉目如画 淘塞阴口 有少女的清纯 也有职场女性的成熟 黄小龙本来是想带着景小溪一起过去的 不过这小女子怕见到米家和景家的人 死活不肯去 黄小龙便只好将她留在楚婷婷家 楚母有一辆带步的哈佛M4 当下便是开着车 直奔楚家在麻市的豪宅 楚家别墅位于郊区 一山傍水 闹钟取静 倒是比较适合楚老爷子这种上了年纪的人养老 车开到别墅外庭下 黄小龙和楚婷婷连妹下车 抬眼一看 只见别墅外面那巨大的草坪中 已经是摆放了不少的作息 张灯结彩 煞事热闹 草坪内 已然是做了不少人 其中也有楚婷婷父亲的一脉 这些人 一个个都穿着华柜 神采飞扬 意气风发 有着社会上层名流的骄傲 黄小龙唯唯一笑 不以为意 这楚家的规模 比之滨海寺大家族 逊色了一些 这让见惯了各种大豪 枭雄的黄小龙来说 有一种从大城市来到乡下 看到一群土豪猎身在猴子冲霸王的味道 我们进去吧 楚婷婷深吸一口气 对黄小龙柔声道 小龙 虽然楚家并不接纳我 但爷爷对我一直很不错 今天是他老人家大喜日子 咱们能忍就忍 那些嘲讽和挖苦 咱们就不用去在意了 嗯嗯 黄小龙乐滋滋的点了点头 三人迈步走入草坪中 一下子 就有许多的眼神 看向了这边 这些眼神之中 有淡漠 有不屑 有幸灾了祸 有玩味 有戏弄 有怜悯和同情 许多的议论声 此起彼伏 你们看 那个贱人和他的野种又来了 咱们楚家从没有将他们视为家族一份子 他们的脸皮可真厚啊 居然还敢来 听说那个楚婷婷在滨海大学当老师 哈哈哈哈 一个穷酸教书将 算葛屁 你们看 楚婷婷今年带了个男人回来 应该是他的男朋友 怎么看上去那么穷酸 那么草根啊 该不会是什么社会闲散人士 下三烂的东西吧 楚婷婷固然漂亮 可真正优秀的男人 又怎会看上他 顶多就是把他当成一个玩物 不用分析了 他带回来的这个男朋友 多半就是社会底层 和楚婷婷就是蛇属一窝 上部的台面 第749章攀比 炫耀 面对这四面八方 潮水一般涌来的各种非议 楚婷婷选择了充耳不闻 似乎早就对这等待遇 习以为常 心中只是对黄小龙感觉到了内疚 因为这些羞辱 已然是祸及到了黄小龙 楚婷婷暗暗下定决心 等回到滨海之后 他一定会好好补偿黄小龙 至于如何补偿 而 心也被黄小龙轻了个遍 干脆再进一步 心念及此 楚婷婷耳根都有些微微发烫 不由的偷眼看了黄小龙一下 楚母带着黄小龙和楚婷婷 来到了楚婷这一幕的坐席 只见 楚婷坐在一张椅子上 旁边是一个穿金带银的妇人 样貌一般般 但胜在保养得极好 眉宇之间 有着浓浓的优越感 似乎看人都是拿眼角余光去扫 根本不正眼看 这妇人 便是楚婷的正妻 黄小龙观其面相 虽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的人 但就是个尖酸刻薄之人 当初 楚婷和楚婷偷偷好上了 被正妻知道后 大发雷霆 不允许楚婷资助楚婷婷婷 母女哪怕一分钱 要知道 在这种豪门之中 男人有个三妻四妾 那是正常之事 大多促正妻 都会选择争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楚婷的这位正妻 却是刁钻霸道得很 还能稳稳吃死楚婷 让得楚婷不敢真正的给楚婷婷母女名分 要不是楚老爷子一直在从中周旋 恐怕楚婷婷母女 早就被这个正妻给害死了 楚婷之所以惧怕正妻 乃是因为 这正妻娘家的能量颇大 她的父亲 乃是滨海市的宣传部长 位列常委之位 要知道滨海市乃是地级市 本就要比麻市这等线级市高出一线 正妻从滨海驾到麻市 仗着娘家的势力 一直嚣张跋扈 就连楚老爷子 也是对他礼让几分 这更是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 哼 还没有搞清楚自己的身份麻 这种场合 能让你来 就已经是你的福气了 居然还来得这么晚 见人就是见人 正妻阴阳怪妻地扫了楚母一眼 你 楚婷婷怒默而瞪 却被楚母连忙拉住了 坐吧 楚妇连忙给楚婷婷母女二人 还有黄小龙 递了个眼色 她的眼神 也颇为的为难 黄小龙不动声色地与楚婷婷 并肩坐在楚妇后面的座位上 楚母坐在了楚妇的另一侧 楚妇这一脉 人丁并不兴旺 除了楚婷婷这个不被认可的女儿 楚妇就只有正妻所生的一人一女 这一双儿女 年龄都比楚婷婷大了好几岁 神色冷傲 看着楚婷婷和黄小龙 明显就是有些厌恶与不屑 楚婷婷事先便是告诉过黄小龙 楚家向官人等的背景资料 楚婷婷这同父异母的哥哥和姐姐 哥哥名叫楚怀生 目前在麻士林业局担任一个科长的职务 考虑到她年龄不足30岁 仕途也算是比较顺利了 姐姐名叫楚怀英 在国外一所医科大学留学 目前正在攻读硕士研究生 一旦毕业 若是回麻士发展 至少能混到一个科室副主任医师的位置 在整个楚家的第三代来说 楚妇这一双儿女 纵然不是最优秀的 但也是相当不错了 与之相比 楚婷婷只不过是滨海大学分校区的一个教师 自然示弱了不少 楚婷婷 这次回来给爷爷拜寿 不知道你会不会给爷爷带来惊喜 哥哥哥 爷爷一直都是很看好你的 你在滨海大学教书 也有一段时间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经营出来什么人脉 楚怀英冷笑道 那楚怀生也是满脸讽刺之意 爷爷其实也希望 你能够把你的人脉 带过来 给他老人家拜拜寿 这样才能显得出你这些年没有白混 说着 楚怀生不怀好意地看着黄小龙 你是楚婷婷的男朋友 你是什么工作单位的 家里父母是做什么的 这语气 便是有些质问的味道了 而且 是一种上等人在垂巡下等人的口吻 呵 黄小龙懒得理会 也就是笑了笑 人脉 人脉 这种东西 我从来不去强求 打铁还需自身硬 楚婷婷反驳道 哈哈哈哈 真是可笑 楚怀英 吃笑道 华夏就是个人情社会 一时住行 人脉都是极其重要的 没有人脉 无论办什么事情 都不方便 譬如 明年我毕业回国 我舅舅就会通过他的人脉关系 把我分配到滨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担任胸外科副主任医师 年薪三十万起步 有了舅舅的这层人脉关系 我至少比同等学历的人 少奋斗五年 哥哥哥哥 你在这儿告诉我 人脉没用 你是不是教书把脑袋叫傻了 楚怀英这番话 一方面是在驳斥楚婷婷 另一方面 自然也是在炫耀 以后 我在滨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发展 这也给我提供了一个结交各行各业精英的平台 楚怀英骄傲的不像话 处于那样的位置 人脉自来 滨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黄小龙乐然 全脊低声孤龙道 那院长不是一直在跪舔我吗 这时 坐在旁边坐席的一名三十岁左右男子 淡然一笑 其实呢 结交人脉 主要就是看一个人的交际手腕 人要进步 交际手腕必须抢硬 若是连一点交际手腕都没有 说白了 就是废物 楚婷婷 你口口声声说 不需要刻意去经营人脉 那其实是一个借口 因为 你根本就没有能力去结交人脉 你所认识的人 都只不过是社会底层而已 那男子说着 又看向楚怀英 怀英堂妹 你也别吹嘘了 无非就是一个三甲医院的副主任医师 勉强可以挤入上流社会的边缘 但也仅仅只是边缘人物 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堂哥 你 楚怀英和楚怀生 都是愤愤不平地看向了那个指点江山的男子 但明显不敢反驳 熊川 你说话不要太直接了 叫了你这么久 你还不懂得为人处事之道吗 旁边坐席之上 一名四平八稳的中年男子 陈生训斥道 黄小龙抬眼一看 自然知晓 坐在楚妇旁边坐席的 便是楚家最强一末的坐席 何谓楚家最强一脉 那便是楚妇的大哥 楚豪那一脉 楚豪 如今担任麻氏常务副市长 并伸得麻氏一把手的赏识 可以说 他是目前楚家 官职最大的存在 以后还能往上面挤一挤 楚豪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刚才说话教训楚怀英和楚怀生的 是楚豪的大儿子楚雄川 麻氏建设局的副局长 行政级别乃是副处级 小儿子楚雄周 没有从政 但却在商场中风生水起 自主创业 公司都已经准备要上市了 不说多 十几亿的资产是有的 这等身家 哪怕是麻氏的市长 都得将他捧在手心里 这可是纳税大户啊 女儿楚依依 从小就有着不俗的艺术天赋 如今已然是国内比较知名的钢琴演奏家了 还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过音乐会 楚家在麻氏 能够维持如今的声势 多半便是楚豪这一脉支撑起来的 楚父的一双儿女 楚怀音和楚怀生 在楚豪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面前 的确是相形见处 与之对比 黯然失色 看着楚怀音和楚怀生斗败攻击的模样 那楚雄川 楚雄周 楚依依三人 更是荣光焕发 得意洋洋 楚雄川甚至对着楚婷婷道 楚婷婷 我在滨海也有一些人脉关系 这样吧 我找人打个招呼 这样你在滨海大学 日子会好过一些 顿了一下 他又用怜悯的眼神 看着黄小龙 朋友 你是什么工作单位的 这样吧 我认识滨海一些企业的老总 如果你想跳槽 可以告诉我 给予你一些适当的关照 也不是不可能 炫耀 攀比 黄小龙感觉有些无语了 这种宴会 不但是庆生会 而且特麻成了一个装逼会 炫耀会 攀比会 年轻一代 无时无刻 不再提醒着别人 自己是多么多么的牛逼 或者自己认识 多么多么牛逼的人 哼 楚母的正希 颇有些不满地 看了看楚豪一脉 玄疾对着楚妇怒声道 你看看你 混成什么样子 每年的这个时候 都要靠我娘家的能量 给你称称场面 如果我娘家的人不来 你就要被你大哥死死踩在脚下碾压了 真是没用的东西 你少说几句吧 楚妇羞怒不已 就在这时 只听有人大声喊叫道 有请今天的寿星翁 咱们的楚老爷子登场 分杂的场面 顿时安静了下来 第750章宾客到来 终于 今天生辰宴会的主角 楚老爷子 隆重登场 全场喜力欢呼 黄小龙抬眼一看 只见楚老爷子的精神 十分绝朔 虽然已经八十高龄 但通过旺气数观察 活到九十岁那是轻轻松松 楚老爷子入座之后 目光四顾 颇有大家风范 全场顿时安静了下来 接下来呢 楚老爷子便是讲话 内容主要就是总结 楚家去年的得诗 而后表扬了大儿子楚豪 以及楚豪的两个儿子 一个女人 楚豪一脉 自然人人面上有光 这等冠冕堂皇的褒奖发言 对于黄小龙来说 简直就是无聊透顶 听得他都在打哈欠了 周遭坐着的楚家族人 对于黄小龙这等心不在焉的态度 都极其厌恶 纷纷投以警告的眼神 好在 楚老爷子的发言 很快就结束了 此时 距离午宴开席 尚有一段时间 那接下来的环节 便是迎接贺寿的宾客 这个环节 便是人脉资源的攀比了 冲着哪一脉过来的宾客越多 那么 哪一脉就越有面子 也越能够得到 楚老爷子的重视 这时 那楚豪一末的楚雄川 楚雄周 楚一一三人 不叛自豪 楚雄周低声道 爸 您在麻市身居要职 地方上做生意的 当官的 谁不给您几分面子 这人脉的比拼 真是多此一举 今天 一定是爸爸您的人脉 独占凹头 哪怕是景家和米家 也要对爸爸您理尽有加呢 爸 您就是咱们楚家当代的顶梁柱 只有要您在 楚家就会一直昌盛繁荣 楚家就靠爸爸您撑场面拉 别瞎说 其他卖戏 未尝就没有人脉 楚豪八风不动地坐着 自有一种冤停月之的威仪 他的氧气功夫极好 脸上丝毫没有沾沾自喜之态 但眼睛里面 偶尔也会闪过一抹不屑 对 不屑 对于楚家的其他卖戏 他根本不屑 不屑与之为伍 他也知晓 他就是楚家的主心骨 只要他不倒台 楚家不灭 终于 在外面 有人高声宣道 景家贵宾道 米家贵宾道 最先到场的 便是麻氏的另外两个豪门家族 景家 米家 顷客之间 楚家的绝大多数人 都站起来迎接 唯有寿星翁楚老爷子坐着不动 还有楚豪 身为麻氏的副市长 他也没必要对米家和景家的人 太过客气 这样有诗身份 米老爷子和景老爷子都到了 众人向楚老爷子贺喜 送上生日礼物 然后就找地方坐了下来 米家的人 目光极为锐利 犯着仇恨的冷忙 到处扫射 似乎是在寻找什么人 黄小龙看到 在米家的坐席之中 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少年 正经为坐 气度不凡 身体内部直伏着恐怖的力量 竟是一名鼓舞宗师 只不过堪堪凝练出来三道真戏而已 在鼓舞这个浩瀚的世界里 只能够算是垫底人物 但拿到麻氏这种地方 那就是了不得的角色了 只见 米家的人 都对这个傲气的少年 十分的恭敬 唯唯诺诺诺的 甚至于 米老爷子都亲自陪在一旁 并没顺眼 小龙 米家的人来了 你把米莲变成了那种丑陋的样子 恐怕 他早就回家告状了 你看 米家的人 一个个都充满了敌意识的 他们 他们若是发现了你 恐怕会 恐怕会发飙啊 楚婷婷坐在黄小龙身旁 一脸担忧的道 婷婷 我才不怕米家的人呢 黄小龙满不在乎的笑了笑 黄小龙发现 坐在米家阵营里的那个鼓舞宗师 十分的眼熟 一定是在什么地方见过 但却有些想不起来 这时 楚婷婷在那边 在他身旁 果然坐着一个少年 那人 便是害了小莲的杂种了 米莲的父亲 目光如舌地盯着黄小龙 金少爷 那家伙 便是咱们米家的仇人 还望金少爷能够略为 敲打他一番 米老爷子 伸出手指 隔空指了指黄小龙 一脸谄媚 这金少爷 便是金家的一位少爷了 因为是鼓舞宗师 所以在金家 地位也算是很不错的 这可是真正大家族出来的少爷 来到麻市 就好像是清差大臣为服私访一样 嗯 那金少爷目光看去 作然 全身一颤 我了葛去 赤黄大师 没错 赤黄大师 我爷爷的老师 米家这帮蠢货 他们 他们居然 居然要 要我去对付黄大师 我特麻不被黄大师弄死才怪 那金少爷 全身冷汗淋漓 黄小龙在江南市的鼓舞擂台拳赛上 有着近乎逆天的战机 威风八面 横扫一切 这金少爷 当时就在现场观战 被黄小龙的武功 振折的心胆剧烈 从此对黄小龙心服口服 敬若天神 呵呵 金少爷稳定了一下情绪 冷笑了几声 本来 他还准备扶持一下麻市米家 培养成自己的羽翼 但现在看来 米家居然想对付黄小龙 那金少爷就只好竭力 讨好黄小龙 弄垮米家了 不过 金少爷并没有声张 默默不语 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米家的人 还以为金少爷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等会直接炮制黄小龙 便都发出幸灾乐祸的笑声 这时 又有下人大喊起来 麻市一路矿泉水 陈老板道 麻市太风集团有限公司 康老板道 麻市棉坊厂 赵厂长道 麻市水利局 胡局长道 宾客路陆续续的到来 这一波客人 尽数都是麻市本地的企业家 还有当地行政机关的领导 这些人 自然都是冲着 楚豪这的副市长来的 只见 这群人一窝蜂的来到了楚豪身前 一个个都恭敬行礼 将礼物交给楚豪 然后又给楚老爷子送上住词 最后才坐在楚豪一末的坐席之上 按照规则来讲 冲着哪一脉来的宾客 就坐在哪一脉的坐席之中 最后看看 哪一脉的坐席 坐的宾客最多 哪一脉就是最牛逼的 当然 单单数量还不行 还得看看宾客的社会地位 很快 楚豪一末的坐席上 就坐了十几名宾客 非富即贵 都是麻是上流圈子的人 楚豪脸上有着礼貌的笑容 但似乎并不太在意 逼格极高 倒是他的儿子女儿 用挑衅的目光 看向全场 前台词就是 还是咱爸的人外厉害 你们都是若姬 紧接着 下人又大声喊了起来 宾海市市委办主任 严主任道 这一下 楚父的正希 以及儿子楚怀生 女儿楚怀英 都激动地站了起来 舅舅来了 舅舅来了 正希十分骄傲地对楚父道 你看看 是不是还得我娘家的人出马 给你撑场面 我哥来了 你还不去迎接 你还傻愣着干嘛 第751张 我一人就是千军万马 好 我马上去迎接大舅子 楚父也不敢怠慢 他这个大舅子 身为滨海市市委办主任 也是常委 在滨海市稳坐前十交椅的人 哪怕是放在麻市 也是一号人物 黄小龙目光看去 只见一名国字脸的中年男子 龙行虎步走来 楚父赢了上去 逼声道 大舅子 你来了 这边坐 这边坐 恩 那严主任 淡淡地点了点头 似乎对楚父 也并没有太过放在眼里 严主任将生日礼物交给 楚父的正希 然后对坐在高台上的寿星 楚老爷子 点了点头 朗声道 祝老爷子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严主任 请坐 请坐 楚老爷子笑道 严主任坐下 又对坐在附近的楚豪点头道 楚兄 别来无恙 哈哈哈哈 严老弟 既然来了 就多住几天 明天我们喝一杯 楚豪脸上浮现出 含有的真诚笑意 对于他这个麻式的常务副市长来说 严主任 算是和他同一阶层的官员 严主任坐定之后 楚父的正希 眉飞色舞地对着楚父道 现在你把心稳住了吧 我个艺人过来 就已经足够给你撑住场面了 那是 那是 楚父忙不迭点头 这时 正希鄙视地看着楚婷婷的母亲 阴阳怪气地道 还想登堂入室 也不照照镜子 一点家事背景都没有 也不能给我家男人带来一丁点好处 要你何用 你 楚母神色为变 但却是竭力忍住 玄吉欺然道 是 我是没用 妈 楚婷婷不忍见母亲受入 狠狠瞪了正希一眼 心中也是有些后悔 早知道 就临时请几个滨海大学的老师过来 甚至厚着脸皮去把校长请过来 如此 便能替母亲 赢得一点点脸面 可现在 一个宾客也不会冲着他们母女而来 的确被人羞辱了 也无力反驳 呵呵 市委办主任 很牛吗 不知道有没有市长大 黄小龙淡笑了一下 闭嘴 你再说什么 楚怀生勃然大怒 冲着黄小龙嘶吼起来 我舅舅是滨海的常委 在滨海跺一跺脚 地面都要抖三抖 你信口雌黄 居然质疑我舅舅 真是不知者无畏 当然 你这种社会底层的小人物 自然不会知道我舅舅是多么的厉害 现在 马上给我舅舅道歉 马上 好好管管这个野种的男朋友吧 在这种场合 有他说话的份 正希一脸歹毒地看着黄小龙 道歉 我为什么要道歉啊 黄小龙忍不住好笑 动不动就让人道歉 嘖嘖 你们还真以为 高人一等啊 好了 严主任深深地看了黄小龙一眼 道歉就不必了 我也不和你这种小年轻一般见识 说着 严主任眼角于光调了朴楚婷婷 也有深意的道 你叫楚婷婷对吧 在滨海大学分校区教书 好 我记住你了 里门滨海大学分校区的周月问校长 倒是我和有一些交情 这言下之意 恐怕就是要给楚婷婷穿小鞋了 扑 那楚怀音 幸灾乐祸地喷笑了出来 大舅子 这 婷婷 楚父急忙替楚婷婷求情 好了 不用多说了 当年你去搞这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有没有想过我妹妹 嗯 我自有份寸 你就不用说什么了 严主任冷漠地道 婷婷不别怕啊 黄小龙笑道 我也认识周月问校长 他不敢拿你怎么样的 就你这模样 你认识大学的校长 少吹点牛逼吧 楚怀生吃笑道 认识周月问 很了不起吗 我不觉得他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不仅仅认识周月问 我还认识滨海第一人民医院的院长啊 黄小龙笑道 哈哈哈哈 容我再笑一会儿 楚怀因被逗乐了 这时 一个个宾客接种魔尖而至 分别坐在了各卖戏的作息之中 其中自然是以楚豪一卖之首 无论是宾客的数量还是社会地位 都稳稳当当压制其他卖戏 楚豪眼观鼻鼻关心 稳坐钓鱼台 自有一种常人难以气急的风度 在高台上 景家的景老爷子 在楚老爷子耳边道 楚老头 你家的楚豪可真是了不得啊 放在咱们麻市 乃是手握实权的大人物 而且年富力强 我看过不了多久 恐怕就能作证了 这些年 我们楚家 全靠楚豪了 楚老爷子欣慰已笑 这个时候 楚婷婷父亲这一末的作息之上 也是做了十兰人 虽然比不过大哥楚豪一末的鼎盛 但有言主任正场子 也不至于太寒酸 楚妇的正希 又忍不住对楚婷婷母女挖苦道 真是没用 就连一个宾客也请不来 你们是不是没有把老爷子的生日当回事儿 真是太让人失望了 一个 哪怕有一个宾客 冲着你们来 今天我也不会说什么了 虽然楚妇正希的话 着实有些刺耳 但楚婷婷母女 确实羞愧得很 一个宾客都没有冲着他们来 的确 有些丢面子 别人来有什么意思 只要我来了 就是给族楚老爷子面子啦 黄小龙一本正经的道 我真是有点受不了你这种自恋狂了 楚婷婷 你上哪儿找来这种不要脸的东西 一个人来就给族爷爷面子 他以为他是千军万马 是什么诸侯什么贵族嘛 真是可笑到了极点 楚怀阴间声道 没错啊 我一个人就是千军万马 黄小龙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你再说这种无耻自大的话 那么我们楚家是不欢迎你的 立刻走人吧 楚怀生也是冷漠地看着黄小龙 就在这时 滨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马运长道 滨海市滨海大学分校区 周校长道 舅舅 这是冲着您的面子来的吧 楚怀阴和楚怀生 眼睛都亮了起来 呵呵 老周和老马 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 打听到我要到麻市来 严主任有些傲然地道 他们有心了 这个人情 我记住了 要知道 一个三甲医院的院长 一个高等学府的校长 论社会地位 那可是非常高的 人的一生中最好是要有三个朋友 老师 警察 医生 这就说明 在人的日常生活中 教育 医疗 治安与人身安全 这是三个重中之重的领域 如今来的是校长和院长 这可就比普通的老师和医生 牛逼很多很多了 说起来 哪怕是严主任 在面对周校长和马运长的时候 都不敢摆谱 谁特马敢保证自己不生病 保证自己的子女不去上学 总有求到别人的一天呢 就连储豪 都忍不住侧头看了严主任一眼 心中念头一闪 又呵 这严主任 是想帮我三弟这一脉 争夺脸面 呵呵 有意思 不过 他的人脉在滨海 哪怕滨海过来一些社会上层人物 也压不过我这个地头蛇 舅舅 等会您千万要给第一人民医院的院长知会一生 我毕业之后 要到第一人民医院上班呢 楚怀英撒娇道 哈哈哈哈 怀英 你工作的事儿 舅舅放在心里呢 严主任站了起来 春风得意的道 我去迎接一下老周和老马 这时 黄小龙就看到自己的老熟人 周月问校长 以及马院长 手中提着礼物 快步走来 他们的目光 直直地看向了黄小龙 哈哈哈哈 老周 老马 这边 严主任大踏步走了上去 第752章小龙大师 我们来了 这时 严主任便是红光满面地走到了周校长和马院长身前 看了看他们手里提着的礼物 朗声一笑 哈哈哈哈 老周 老马 你们能来 就已经很给面子了 还带什么礼物 这不是见外吗 呃 这时 周校长和马院长 似乎才注意到严主任的存在 他们极为敷衍地哼哼了几声 然后将严主任晾在一边 静止朝着黄小龙走去 什么 严主任这下子 等于是热脸挨了冷屁股 脸色尴尬至极 全场所有的人 都能看出来 这两位 根本就不是冲着严主任来的 严主任绝对是自作多情了 不是冲着我来的 不可能啊 这是怎么回事 严主任心头疑惑不定 只见 周校长和马院长 规规矩矩地走到了黄小龙跟前 两人都是欠身失礼 一脸近乎谄媚的笑容 小龙大师 我们看见您发的微信朋友圈 不请自来了 希望您别介意 斯 全场死集 小龙大师 不是吧 这两位在滨海拥有不俗社会地位的人 竟然对着一个少年 点头哈腰的 就好像是两个贪玩的学生 面对一位老师 嗯 你们来了 也算给我一个面子 放心 我不会亏待你们的 黄小龙脸上笑容云淡风气 颇有一种不悲不喜的味道 就好像 马院长和周校长 在他眼中 也算不得什么 对于黄小龙这种态度 马院长和周校长 简直就是受宠若惊 要知道 黄小龙去第一人民医院抓过鬼 也去滨海大学分校区区过邪 黄小龙的手段 马院长和周校长比谁都清楚 更何况 当初黄小龙以一己之力 振折滨海四大家族 后来又在滨海一人单挑与家促时宗师 在马院长和周校长心目中 黄小龙就是陆地神仙之流 地位比之什么严主任 那是高出太多太多了 能够和黄小龙攀上一丝关系 终生受用不尽啊 当下 马院长和周校长 便是将生日礼物 交给黄小龙 并对楚老爷子献上祝贺之词 最后才坐在了黄小龙身后 楚父用惊喜的目光 看着黄小龙 楚母和楚婷婷 也是暗暗松了口气 总算有宾客冲着他们的面子来拜授啦 虽然这是黄小龙的面子 不过 黄小龙和楚婷婷这种关系 也不分彼此啦 楚婷婷含情默默地看着黄小龙 恨不得立刻冲上去狠狠轻 黄小龙几时上百下 哼 楚父的正希 酸溜溜地哼击了一声 见声道 好好好 今年总算是有点进步了 请来了两位宾客 不过 也就到此为止了 我可不相信还会有宾客冲着你们来 这一脉 还得靠我娘家撑场面 楚怀音和楚怀生 面面相去 忍不住重新审视黄小龙和楚婷婷 楚豪侧目看了黄小龙一眼 玄机笃定一笑 今年有点意思 看来三弟这个女婿 还是略为有些人脉的 不过 这些人物 我楚豪还不放在眼里 她乃是麻市常务副市长 以后有大概率作证的 这里是她的地盘 自然不需要太过看重 滨海来的院长和校长 楚豪的大儿子楚雄川 更是冷笑不已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到了呢 就这点玩一耳 还想和我爸掰手腕 六至 这时 严主任也是红着脸重新回到了座位上 对了 这个人说毕业后想分配到第一人民医院 院长这是真的吗 黄小龙看了看楚怀英 又看了看第一人民医院的马院长 马院长人老成精 见貌变色 发现黄小龙对楚怀英有一些敌意 当下 他便是低眉顺眼的道 小龙大师 我们第一人民医院 都是按照章程办事 聘请医生 是看资历 看专业技能 看医德 走后门塞红包傻的 不顶用 舅舅 一听这话 楚怀英便是急了 老马 你这就是不给我老颜面子了 严主任眉头一挑 我侄女儿的事 我可是几个月前 就给你打过招呼的 严主任 当时我不是没向你承诺过身麻吗 把院长根本不吃这套 好 好 很好 严主任脸色阴沉得不像话 小伙子 你很得色对吧 呵 不要以为 巴结上了老马和老周 你就可以肆无忌惮的了 严主任用一种警告的眼神 看着黄小龙 错了 不是我巴结他们 是他们巴结我 这一点 你要搞清楚 黄小龙老神在在的道 看着楚怀英痴逼的样子 楚婷婷忽然感觉心头暗爽 就在这时 滨海市 丘老板 崔老板 赵老板 白老板 到 书画间 一大群衣冠楚楚的人 手中提着礼物 笑盈盈的朝黄小龙这边走了过来 全场又是一阵鸦雀无声 这一波过来的 十几个老板 尽数都是滨海市有头有脸的人物 哪一个不是身家十几亿 甚至几十亿 其中 邱董和崔董等 更是早就将生意做到了麻市 因此在场的麻市各企业老板 也都认得他们 身家达到了几十亿 在地方上 就是纳税大户 每年提供的工作岗位不下一千之促 哪怕是市长 都要对其里带几分 不会丝毫怠慢 如今 滨海市排名前十的大老板 尽数都到了 阵容庞大到不可思议 宛如是来参加一场 顶级商业峰会 这的确是让人有些瞠目结舌 土豪还好 毕竟这里不是滨海 而是麻市 他还坐得住 可严主任已然是直接跳了起来 额头之上 都渗出一丝丝汗珠 别人不清楚 严主任那是心头透亮 眼前这些个大老板 架子都非常大 哪怕是市长赵健 还得提前让秘书去预约 而且还不一定能够一次性将这么多大老板召集起来 可如今 来了都来了 严主任心知肚明 这些大老板 都不可能是冲着自己来的 自己也根本没有这个面子 刹那间 严主任身躯一颤 目光不由地看向了黄小龙 只见黄小龙表情淡然 一脸玩世不恭的表情 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丝毫兴趣似的 难道 难道 难道又是冲着他 不 不可能 这 这怎么可能 他只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少年 怎么能 怎么能让滨海所有的商界添交 都 都给他面子 舅舅 这些老板 都是冲着您来的吧 楚怀生满脸自豪 还是舅舅您面子大 这话刚说完 一群老板走到黄小龙跟前 神色肃穆 齐齐地弯腰 朗声道 小龙大师 我们来了 第753章三帝诸侯 小龙大师 我们来了 这些滨海大豪门 一起吐气开生 气势如虹 让得在场之人 尽数都是侧目而逝 要知道 这些人 几乎便是掌握着整个滨海市的经济命脉 若是他们尽数都遭遇不测 那么 滨海市的经济 至少将会倒退促年 而今天 他们居然齐齐来到麻市 替楚老爷子祝寿 这是天大的面子了 不过 他们的到来 竟然是冲着黄小龙来的 他到底是谁 这是盘旋在所有人心头的一个巨大问号 高台之上 景家和米家 都极为的惊骇 景老爷子摇头失笑 楚老头 你家老三 生了个好女儿啊 乐不得乐不得 居然找了个这样的女婿 看来 是应该要给婷婷母女二人 一个名分了啊 楚老爷子笑竹眼开 那你老爷子 满脸猙獰之色 死死地盯着黄小龙 嘴巴里在诅咒着 怪不得 敢对我家小莲动手 原来是有所依仗 不过 没关系 今天 我们你家 请来了金家的人 哪怕你在滨海 有滔天的人脉 与金家相比 仍然有着云迷之别 这时 那眼主任何处妇的正妻 脸上都是浮现出来了一种死灰之色 一种深深的挫败感 将他们死死绝住 万万没想到 他们尽情嘲讽的黄小龙 居然人外通天 这一下 不知于是狠狠地抽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岂有此理 真是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正妻的心脏病都快被气出来了 眼主任有些贪软的作者 狐疑不定地盯着黄小龙 现在 他对黄小龙 也充满了猜疑和忌惮 这小子 这小子究竟是何方神圣 现在 连滨海的半壁江山 都过来给他面子 那楚豪 眼角肌肉不停地跳动 深深看了黄小龙一眼 小伙子 你这 还真是和我较上镜了啊 有意思 很有意思 不过 我是楚家的主心骨 你的人脉在墙 终究不如我 我这一脉 在楚家起到的作用 况且 你的人脉 也算不得多么强 无非 就是一些散发着同臭味的奸商罢了 楚豪的女儿楚依依 满嘴酸涩 且这个世界 权力终究是比金钱更加有用 只有权力 才能支撑一个家族 钱再多有个屁用 我爸是麻是副市长 这些做生意的人 论社会地位 给我爸提携也不配 你们把礼物放好 坐下来吧 黄小龙不动如山 有些逼逆地看着这些滨海大豪 诸多的滨海大豪 乐滋滋地将礼物放好 给楚老爷子拜了寿 然后规规矩矩地坐在黄小龙身后 陆陆续续 还有宾客到来 赫然 一把颤抖的声音 高叫道 滨海 滨海市 四大家族 林家 高家 孙家 书家 四位 四位老爷子到 卡 急进 场面完全彻底急进 滨海四大家族 四位家主清零 砰 除老爷子手里的茶杯 直接摔落到了地上 砸了个粉碎 滨海市 本就比麻市更大 而滨海四大家族 那是真正的地方上的大豪门 不仅仅底蕴深厚 而且滨海四大家族 或多或少 在军政界 有着一些人脉 甚至于 在林家 还出了将军 平常时候 滨海四大家族 是根本看不上麻市这楚 井 米 这三家的 而且 滨海四大家族 也绝对和楚家没有丝毫瓜葛 而如今 不但来了 而且还是四大家族的家主 四位老爷子 新自到来 严主任又是站了起来 战战兢兢 坐营接壮 赐大家族的四位老爷子啊 说白了 这是连省不及的封江大力 都会笑脸相迎的存在啊 哪怕是滨海市一把手 也没有能力 将四位老爷子同时召集 严主任汉如雨下 目光不由地看向了黄小龙 黄小龙抬起头来 对着严主任不屑地笑了笑 严主任心惊肉跳 涌起一抹不祥预感 速速去迎接 速速去迎接啊 楚老爷子和景老爷子 迷老爷子 尽数都是站了起来 赶紧迎了出去 很快 滨海四大家族的四位老爷子 便是带着家族中的重要人物 朝黄小龙这边走去 欢迎 欢迎之至 各位的到来 令我楚家鹏必生辉啊 楚老爷子又是忐忑 又是激动地看着滨海四大家族的四位老爷子 景老爷子和民老爷子 更是满脸的妒忌发狂 不必多礼 楚老弟 我代表滨海四大家族 祝你福如东海长流水 寿比南山不老松 令老爷子淡淡一笑 哎呀 不敢当 不敢当 楚老爷子满脸亢奋 这滨海四大家族的家族 气场极其庞大 虽然只是客人的身份的 但避逆全场 已然是将寿星翁楚老爷子的风头 禁数地压制了 全场没有人吭声 去礼之后 滨海四大家族的人 禁数来到了黄小龙身旁 唯唯欠身 小龙大师 我们来晚了 嗯 都坐着吧 黄小龙拿起桌上一杯茶 随意喝了一口 轻轻放下茶杯 不再多说半个字 四大家族人马 坐在了黄小龙身后 黄小龙这份气场 简直就是君灵天下的味道 滨海之王 喜事而戏 至此 滨海这边所有首脑人物 禁数到场 而且无意不是冲着黄小龙来的 楚婷婷之父 这一末的声势 已然是超过了楚豪一脉 楚妇感觉到今天极为梦幻 简直不可思议 她能够感受到 四面八方投来的羡慕目光 忍不住轻轻握住楚母的手 柔声道 婷婷真是找了个好男朋友啊 婷婷给我争光了 那楚豪 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阴策策地对着楚妇道 三弟 你真有本事啊 呵 不过你要记住 这里是麻氏 不是滨海 滨海的人脉 在这里 行不通 楚豪双手死死 扣住椅子的扶手 似乎是要将扶手 给直接扣爆 就在这时 欢迎 欢迎 麻氏 麻氏 麻氏于市场 滨海市方市长 东安市丁市长 轰 这一下 宛如重磅炸弹 直接引爆 三大市长 便是三弟诸侯 这三大诸侯的声势 可要比什么 滨海寺大家族 稳稳地高出一大劫了 哈哈哈哈 终于 楚豪站了起来 胆了胆衣服上的灰尘 满脸豪气 荣光焕发 我的人脉来了 楚豪用一种怜悯的目光 看着楚婷婷之父 又讽刺地看了看黄小龙 你们的人脉 不然不错 但是 与三位市长相比 恐怕弱了好几筹 我和于市长 素来就是工作上的好伙伴 更是私下的好朋友 如今 于市长冲着我来 还邀请了滨海市的方市长 东安市的丁市长 这人脉的攀比 就此结束了 没有任何悬念 熊川 熊州 依依 快随为父一起 去迎接贵客 楚豪就好像一位凯旋归来的将军 目光看向楚老爷子 爸 作为你的长子 自然不会让你失望 太猛了 楚豪的人脉太猛了 这等诸侯人物 来一个已经是天大的荣幸 没想到 一下子就来了三个 所有人都叹服了 刚才滨海市大家族家主清灵 制造出来的震惊 已然是被此时此刻 楚豪的人脉 冲击得支离破碎 不复存在 就好像 黄小龙之前一直是在铺垫 可是 最后压轴的 却是楚豪一脉 第754章 你们这群蝼蚁 楚豪已然是带着自己的子女 迎接了上去 他的心中 万分得意 而楚豪的子女 也是感觉到了一种 扬眉吐气的味道 心中深深地想到 这个家 还是要靠我爸来支撑啊 在场的人 心里都有一种 受宠若惊的味道 像一世诸侯这种大人物 哪怕是权贵名流 平常也难得一见 更何况 现在是三位市长同时清灵 场面大了 太大了 麻湿的父母官 自不必说 而滨海市乃是沿海城市 其市长的权柄 不言而喻 东安市 更是陕省的省会城市 丁市长便是赴省部级 距离封江大利 一步之遥 而丁市长的妻子 更是在京城 有着极其强大的人脉关系网 早就为丁市长的仕途 打下了牢牢的基础 在万众瞩目中 三位诸侯 携带着家眷 齐齐而至 黄小龙眼睛唯唯咪缝 就看到滨海市的市长方世杰 带着方太太 以及宝贝女儿方昭雪 大踏步走来 在方市长旁边 也有一家三口 其中一对母女 黄小龙的道士任的 那便是在东安市的城隍庙 为黄小龙献上众生愿力的丁庆雪母女 料想 站在丁庆雪母女身旁 那梅雨间气色贵不可言的中年男子 便是东安市诸侯丁市长 另外 还有一家三口 自然就是麻式的于是长家人了 于是长生的是个儿子 倒也一脸儒雅气质 这时 不单单是楚豪赢了上去 连楚老爷子也是颤颤巍巍地走下高台 其他人就连去迎接的资格都没有 楚豪快步走到三位诸侯身旁 现身一礼 于是长 您来了 哦 小楚 今天咱们这是来给楚老爷子败寿的 你就别叫我市长了 叫一声老于就好 麻式于是长 微微一笑 小楚 这两位 是东安市的老丁 还有滨海市的老方 我们当初在党校 可是住在一个宿舍的啊 哈哈哈哈 是 是 丁市长 方市长 你们好 你们好 楚豪恭敬客气得很 在华夏的官场上 官大一级压死人 楚豪无论是级别还是潜力 前途 都远远不如丁市长和方市长 因此 这时简直就是恭敬的不行 嗯 楚市长不必客气了 今天不是公市 我带家人过来 其实是一点私事 丁市长笑道 是 是 各位伴私事之余 竟然还特意来给我家老爷子拜售 真是 真是荣幸之志 荣幸之志啊 楚豪的语气之中 免不了有些得意 喝 那啥 楚市长 我们想找一个人 滨海方世界唯唯一笑 找人 楚豪一致 喝老楚 今天呢 一方面是来给楚老爷子拜售 另一方面 老方和老丁呢 想找一个人 这人也在宴会之中 于是常笑了笑 拳击 于是长目光四顾 朗声道 请问 在场是否有一位黄小龙 黄大师呢 卡 静 安静 安静得可怕 黄小龙大师 原来 这三位诸侯 根本就不是冲着楚豪的面子来的 而是为了找人 许多的目光 都不由地看向了黄小龙 众人分明听到 之前的滨海群豪们 称呼着少年为 小龙大师 又是来找他的 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如果说 刚才滨海群豪 以及滨海四大家族的人 冲着黄小龙而来 那制造出来了震惊 而如今 在场之人 已经没有精力去震惊了 而是大脑一片空白 小龙大师在那里 方昭雪眼间 看见了黄小龙 满脸喜色 那温柔的眸子中 却是泛出一抹相思之色 丁庆雪母女二人 更是一脸虔诚 楚豪一家人 单若木鸡的站立在那里 楚妇 楚母 楚婷婷 惊喜发狂 全身瑟瑟发抖 那正希 脸色就好像是死人一般 对着黄小龙奸声道 三位市长来找你 你还坐着干嘛 还不去迎接 黄小龙有些不耐烦地道 关你什么事 既然是他们要来找我 他们自己过来不就行了 为什么要我去迎接 又不是我找他们有事 真是无语 黄小龙这番话 简直就是嚣张狂妄到了极点 可他的语气 偏偏又是那么的轻松 那么的淡然 那么的理所当然 此时的楚豪 已然是心灵崩溃 他的城府 他的氧气功夫 通通都化为乌有 羞辱 他感到了一种莫大的羞辱 他万万没有想到 作为楚家的核心人物 在自己父亲的八十大寿上 居然被一个少年打了脸 尊严 脸面 骄傲 等等等等 尽数都被一个少年 狠狠地踩在了脚底板上 不停地碾压 点压 你以为你是谁 三位市长来找你 你居然安坐不动 没大没小的 人如果连一点 基本的礼仪教养都没有 和畜生有什么区别 身为楚家长辈 我现在命令你 赶紧过来 迎接三位市长 楚豪气急败坏地吼叫了起来 此时的他 风度尽失 哈哈哈哈 无法 我们自己过去 方世杰落落大方地笑了笑 领着方太太和方昭雪 笑着朝皇小龙走去 还不过去感谢大师 丁太太白了丁市长一眼 一把拽着他 朝皇小龙走去 丁清雪一脸虔诚地跟在后面 看着丁市长和方市长两家人的状况 于是常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然后笑道 我们也过去吧 顿了一下 于是常拍了拍楚豪的肩膀 意味深长地道 小楚 今天你可是失态了啊 以后一定要注意控制情绪 那边 丁市长一家 方市长一家 已然是和黄小龙谈笑风生起来 丁市长还亲自给黄小龙道谢 黄小龙果然是巴风不动的作者 并没有一点阿谀奉承之态 楚豪全身涌起一种无力感 他对黄小龙 又是忌惮 又是猜疑 又是怨恨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我什么时候 才有资格 像他那样坐着 和三位诸侯 坎坦而谈 十年 二十年 不不不 恐怕 我穷极一生 也没有这样的资格吧 他到底是谁 就在这时 楚豪的女儿楚依依依 似乎是气不过 大声叫道 人脉光有什么用 如果自身一点能力也没有 那也是废物啊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楚依依 黄小龙哑然失笑 终于是站了起来 之前婷婷说人要靠自己 打铁还需自身硬 你们说人脉比自身能力更重要 现在我有人脉了 你们又说没有能力 人脉都是浮云 呵呵 横着竖着 都是你们有理了 不过 能力 你们这群蝼蚁 可有资格 在我面前 指手画脚 谈论能力 第755章 经老子道 樓蚁 面对黄小龙这种羞辱 楚依依气的牙子欲裂 蹊跷生烟 而楚豪也是情绪再度失控 他今天已经被黄小龙打了脸 可黄小龙却又是在他伤口上撒了把言 岂有此理 楚豪气得全身发抖 无非 你就是有些人脉 你以此压迫我们 这还不够 还要在人格上 羞辱我们 这份羞辱 恕我不能够接受 说着 楚豪用求肯的目光 看向于是长 方市长 丁市长三人 三位 你们亲耳听到 他当面侮辱 这这口气 我姓楚的 实在难以淹得下去 这时 楚家的人 除了楚父楚母和楚婷婷之外 都有些同仇敌开的味道了 刚才 黄小龙的语气 似乎并不是辱骂楚豪一脉为蝼蚁 而是将整个楚家的人 都骂了进去 楚老爷子 想打圆场 不过一时间不好措辞 这个 于是常微微迟疑 心中也是有些不满 没想到黄小龙这个少年 说话太过张狂了 难不成 他敢将天下人视为无物 蚂蚁 这个比喻 的确太过了 忽然 方市劫市长 目光闪烁了几下 但笑道 好了 既然楚家的人 想要见识一下小龙大师的能力 那我们就不必插手了 尽管让他们好好见识吧 作为滨海市的诸侯 方市劫市长 自然知道黄小龙的手段 猝此轰动滨海的大事 都是黄小龙亲手所为 要比拼能力 恐怕整个楚家的人加起来 还不够黄小龙一只手丸的 方市劫深深地明白 黄小龙并不是嚣张 也不是霸道 而是在说实话 楚家满门 在他眼中 的确与蝼蚁无异 丁市长也想亲眼见识一下 黄小龙是否如自己的老婆女儿 吹得那么神奇 因此也是不动声色的道 我们先做会儿吧 这件事 我们就看看 当下 三名市长 与家眷一起 坐在了黄小龙身后 算是冲着黄小龙的面子而来 攀比人脉这个环节 黄小龙自然完爆所有 楚豪的眼珠子 咕噜噜转动了几下 眼中闪烁出几丝角块光芒 看到三位市长 都隔岸观火 他嗅到了一些逆袭的味道 黄小龙对吧 既然你说你有能力 那么 今天你就好好展现一下 让我们看看 你到底有什么能力 倘若 你真的天赋异禀 刚才的羞辱 我可以不追究你的责任 黄小龙坐席后面 滨海四大家族的人 以及诸多的滨海大豪 都用幸灾乐祸的眼神 看着楚豪 小样 还想考验小龙大师的能力不成 黄小龙咧嘴一笑 还没有说话 忽然 那米家的阵营之中 米家家主 米老爷子 直接站了起来 年少轻狂 一下子 全场的注意力 尽数都是被米老爷子吸引了过去 哼 你将我们米家的媳妇抢走 如此行为 简直就是欺男罢女 目无法计 米老爷子大意凛然地道 嗯 黄小龙不屑地看了看米老爷子 你还伤害了我家小莲 这又是蓄意伤害 米老爷子肆无忌惮地 数落着黄小龙的罪行 虽然 黄小龙人脉通天 但米家已然是攀上了金家 自然不惧 不但不惧 还想在楚老爷子的生辰寿宴上 抢一把风头 米老爷子心头暗笑 楚家斗得这么激烈 连几位市长都搬出来了 可没想到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笑到最后的 是我们米家 哈哈哈哈 少年 你把我孙女小西的怪病治好了 井老爷子也是发话 那么 劳烦你将小西交还给我们景家 井老爷子的话 看似客气 但也隐藏着锋芒 哈哈哈哈 真是无语 井小西明明就是那个什么米莲 贱卖给我的 我们还在协议上签字画呀 这是双方认可的事情啊 黄小龙一脸油颜不尽的样子 金少爷 您看 这小子 也太仗势欺人了吧 终于 米老爷子 将自己的靠山给搬了出来 那金家的少爷 文言心脏都抽搐了一下 用一种骇然的眼神 看着黄小龙 心里早就将米家的女眷 通通问候了一个遍 诸位 这一位 便是我们米家邀请来到麻市的贵宾 江南市 金家的少爷 米老爷子一脸得色 思 江南市金家 全场在一次陷入了诡异的安静之中 看来 这次除老爷子的八十大寿 真是华盖云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江南市金家 那是何等偌大的威名 百岁老人 金老爷子 乃是传说中的隐世高人 更是一位可以隔空杀人的鼓舞宗师 金家才俊妖娇众多 金老爷子更有门人学生上千 可以说是满门鼎盛 其人脉 更是深不可测 据说和华夏一个古老的家族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因此 金家的名号一出来 哪怕是于市场 方市长 丁市长 也都是略微地猝了猝眉头 金家 土豪心中顿时激动万分 脸上显现出来了一抹释然的笑意 冷冷看着黄小龙 你不是盛气凌人吗 现在 金家的人来了 我看你怎么淡然处之 金家的人 可不是擅茶 人脉在他们面前 根本没用 除非你有实力 金少爷 请替你家主持公道 要回你家的媳妇 金小夕 你老爷则对着金少爷 深深一举功 你要替你家主持公道 黄小龙眯凤着眼睛 幸运地看着那位金家的少爷 金少爷一接触到黄小龙的眼神 全身就好像触电一般 冷汗嗖嗖嗖直往外窜 不行 我特麻要立刻镇压 你家这群白痴 就连我爷爷 都要称黄大师一生老师 我算个屁啊 我是黄大师的晚辈啊 金少爷就要一巴掌 抽在你老爷子的脸上 就在这时 外面有人大叫道 江南市 金家 金老爷子道 哄 这又是一枚重磅炸弹 金老爷子亲自来了 我的天 百岁老人金老爷子 平时在江南市 如龙直伏 轻易不会现身的大人物 今天 驾临麻市 快快快迎接 除老爷子 亡魂皆冒 那米家的人 尽数都是狂笑了起来 米老爷子 仰天长叹 太好了 没想到 金家竟然如此重视我们米家 连金老爷子 他老人家 都亲自来了 我米家 是时候崛起了 顿了一下 米老爷子 用恶毒的目光 看着黄小龙 小子 现在 我们米家 更不用怕你了 金老爷子来了 我们米家的大靠山来了 第756章老师 我来给您请安了 现在 整个楚家宴会的现场 都已然是极尽无声 若真可闻 所有人 都好似被封住了嘴巴一样 不敢发出声音 除了方市长 于是长 丁市长 这三位诸侯之外 其他人根本都坐不住了 金老爷子亲自来了啊 当然 保持淡定的人 还有黄小龙 此刻的黄小龙 信愿看了看那眉宇间 影满的色的米家之人 然后将目光 看向了不远处 只见 两鬓斑白的金老爷子 见眉高拔 满脸不怒自威 背脊如箭 大踏步走来 金老爷子的气场太庞大了 虽然他已经是个百岁老人 但精力旺盛的不像话 双眸就好像烈日一样 一般人盯着他的眼睛看 都会感觉自己被焚烧了似的 身为一名名恋出十道真气的鼓舞宗师 从金老爷子的身体内 一散出一些气机 将周遭的空气都冲开了一条通道 让他一路走来 尽数都是威严 大人物就是大人物 哪怕只是走路 都微风八面 这金老爷子 真是老当义壮啊 方世杰感叹不已 在看金家满门 一个个头角真容 大家族 这的确就是大家族的气象 比之我们滨海的四大家族 又是另一个层次了 不能比 不能比 心念闪烁间 方世杰也是暗暗替黄小龙捏了把汗 哎据说修炼真正的鼓舞 能够以一敌石 甚至一敌促石 修行到宗师的境界 不具热武器的攻击 再高深一些 天下任由纵横 这金老爷子 真是有着气吞万里如虎的豪雄气干啊 大东安市的丁市长 也是被蛰伏了 普通人 哪怕是商界巨头 亦或者官居一挺 但在面对真正的鼓舞大宗师之时 也是难免有些心虚 毕竟 鼓舞大宗师 掌握了生杀与夺的力量 在很多人看来 黄小龙是名副其实的滨海之王 可是 倾尽滨海之力 恐怕也难以同金家分庭抗礼 除了金老爷子之外 在其身后 是金家第二代 第三代的乔楚 以及诸多的得一门生 没有一个是普通人 尽数非凡 楚豪和楚妇的正妻等人 都不由用幸灾乐祸的眼神 看着黄小龙 金老爷子 李家家主 在家人的搀扶之下 哆哆嗦嗦地迎了上去 热泪盈眶 晚辈给老爷子您请安了 这名老爷子 也是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了 不过在百岁高龄的金老爷子面前 的确是晚辈 请金老爷子为我们米家做主 要回背这小子强行掳走的媳妇金小西 米老爷子恭恭敬敬地对金老爷子一弯腰 甚至恨不得跪下去磕响头 金老爷子甚至连看都没有看米老爷子一眼 直接就从他身旁走过 爷爷 您 您怎么来了 哦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那位金家少爷 也是小跑到了金老爷子的身旁 看了看黄小龙 心中便是了然 金老爷子 直直地朝黄小龙走了过去 黄小龙也就是坐着 八风不动 老神在在 慢条斯理地拿着茶杯 喝起茶来 架子极大 全场无数的目光 都凝视向了黄小龙 许多人都胆战心惊 这小子也太做死了 面对金老爷子 他依旧坐着 他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 死了活该 很快 金老爷子快要走到黄小龙身前了 在场许多人都在分析 金老爷子会如何处置黄小龙 终于 金老爷子走到黄小龙身前 黄小龙稳坐钓鱼台 克然 金老爷子 对着黄小龙身身一鞠躬 低声道 老师 我来给您请安了 金老爷子的话 声音不大 但在这种极度安静的环境中 却也是让全场的人 听了个一清二楚 蒙蔽了 震惊了 宛如遭雷劈了 怀疑人生了 那些幸灾了或准备看黄小龙笑话的人 只觉得全身如坠冰窖 从头凉到脚 老师 请安 堂堂金家家主 百岁老人 金老爷子 得高望重的剧情 竟然在黄小龙面前谦卑低头 称黄小龙为老师 甚至还像晚辈一样 给黄小龙请安 紧接着 黄大师 您好 晚辈给您请安了 金老爷子身后的金家妖娆 以及诸多的门声 都对黄小龙弯下腰来 其声呐喊 震耳欲聋 这 这是 这是什么状况 你老爷子 就好像活见鬼一样 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全身如发扬巅峰一样抖动了起来 就连三位诸侯 那方市长 丁市长 于是长 也是背下的亡魂街帽 方寸大乱 楚豪脸如死灰 四肢无力 就要贪软在地 在他心中 尽数都是苦涩与自嘲 可笑 可笑 我还试图 在人脉方面 压制这个少年 我简直就是堂壁当车 不自量力 他的人脉 根本不是我能够契集的 他说的不错 在他面前 我就是一只蝼蚁 我们整个楚家 都是蝼蚁 之前他说 他一个人就是千军万马 原来 他并没有说大话 他说的都是实话 只是 竟然连金老爷子 都要向他俯首称臣 他究竟是什么人 他究竟 究竟是什么人 楚豪向来自负 此时此刻 是真正感受到了一种 深入骨髓的卑微 黄小龙淡笑了一下 看着金老爷子 你怎么来了 呃老师 这个 这个 我也是听问其说 您要来麻事 我很是想念老师 因此 因此就不请自来了 这次 说什么也要在老师身旁 多逗留几日 聆听老师您的耳提念命 金老爷子一脸近乎 谄媚的笑容 这种态度 更是让所见之人 差点把尿都吓出来 滨海群豪 都见识过黄小龙 种种逆天的手段 这时在短暂的错愕之后 便是有了一些猜测 尽数都是暗暗点头 黄大师 我也来了呢 金梦奇朝着黄小龙抛媚眼 这时 米家邀请的那名金家少爷 走到金老爷子身旁 傅儿说了几句话 金老爷子目光一变 整个人散发出锋芒之气 满脸怒容地看向了米老爷子 一接触到金老爷子的目光 那名老爷子竟是直接吓得昏死了过去 米家全员 金树都是人人自为 有一种复仇之下 焉有完卵的绝望感 悔啊 这次 是真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我们 我们米家 完了 这次 真的完了 那米连之父 哇的一声 便哭了出来 第757章妖道到来 在黄小龙的示意下 金家满门 金树都是规规矩矩地坐在了黄小龙的身后 因为冲着黄小龙而来的人 着实太多了 所以黄小龙身后的座椅 已然不够用 楚老爷子赶紧亲自招呼下人 搬来了许多的座椅 小心翼翼地伺候着 如今 坐在黄小龙身后的大人物 着实太多 以至于 楚老爷子这八十大寿的宴会 都不知道该如何进行下去好了 楚老爷子一张脸都因为兴奋而哆嗦着 今天 就是楚家历史以来 最为辉煌 最为荣耀的一天 简直就是祖坟上冒清烟了 楚老爷子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在这种大老云集的场面中 他笨拙得就好像是一个小孩子 那的 那的 老三 楚老爷子看向楚婷婷之母 楚富文贤歌之雅易 连忙站起来道 爸 您放心 我会给婷婷母女二人 一个名分的 大家伙儿都没有什么意见吧 楚老爷子目光四顾 楚家的人 自然屁都不敢放一个 人家楚婷婷的男朋友 人脉都逆天了 楚家还不趁机给楚婷婷母女二人名分 说实话 现在这种情况 楚婷婷母女二人 愿意和楚家沾上关系 那是楚家高攀了 楚婷的正妻 欲哭无泪 她知道大势已去 如果现在敢闹疼 恐怕楚家上下 会支持楚婷和她离婚 然后用八台大叫拔楚婷迎进门 没有意见 我们都不会有什么意见 这些年 婷婷母女 也是受委屈了 以后 我们自当好好补偿她们 楚豪朗生说道 得了 这家伙还真是标准的墙头草 深安建峰使舵之道 接下来 陆陆续续还有宾客到场 但有了滨海四大家族 方市长 丁市长 于市长 以及金老爷子这些诸遇在前 后面过来的宾客 也就显得丝毫不起眼了 道士黄小龙在无形之中 又出了一把风头 把初夏带着玄学会的人到场 夏英 宋宇如 崔飞烟 孙伟 苗二方 周蜜 等等黄小龙的大小老婆们 也都是赶来了 自古以来 马氏就是出美女的地方 可马初夏和夏英等敬女 随便拉一个出来 都不会比马氏的顶级美女差 在场的男人 眼睛都有些看直了 秀色可参 不过却不敢多看 毕竟 这些美女都是冲着黄小龙来的 绝非一语之辈 一个不好 惹祸上身 吃不了兜着走 大小老婆们尽数 都是坐在了黄小龙身后 刹那间 一种春色满园 阴阴艳艳艳的以拟气氛 就徜徉开来 令人嘖嘖称奇 持近正午 宴会就要开席 这时 黄小龙的手机铃声响起 一看来便显示 是姬正宇打来的 身为古武士大事家中 姬家的少爷 姬正宇的身份 何等尊贵 无论是背景还是古武修为 与其经老爷子 那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目前 姬正宇身体内凝练出六十道真戏 这种人物 几乎已经不受到世俗礼法的约束 若放在楚家这种规模的宴会上 那就是真龙混入了一个小小池塘 单凭气势 这个地方就容纳不下姬正宇 原本 作为黄小龙麾下的一个跟班 姬正宇是打定主意要过来给黄小龙撑场面的 不过 黄小龙却是对姬正宇 另有安排 近日 不但是除老爷子的八十大寿 同样 也是景小溪二十二岁的生日 在景小溪二十二岁生日当天 当初在他体内藏服 使其变得丑陋不堪的道士 便是会寻觅到景小溪 将其霸占 景小溪今天未能随黄小龙一起 过来参加楚老爷子的寿宴 不过黄小龙却也是派姬正宇 暗中保护景小溪 不容有失 这时 姬正宇打来电话 黄小龙心中一动 按道 难不成 是那个道士现身了 当下 黄小龙便是接听电话 大师 姬正宇在电话那边恭敬道 果然 有一个身穿道袍的男子 鬼鬼祟祟 在那个小区附近出没 他似乎能够感应到景小溪小姐的位置 大师 要不然 我直接出手 将那道士拿捏住 交给大师您处置 哈哈哈哈 果然来了 好 你不要轻举妄动 立刻带着景小溪到郊外楚家的别墅来 尽管让那个道士跟踪过来 我倒要会一会他 黄小龙玩味一笑 好 大师 我明白了 说完姬正宇便是挂了电话 宴席是露天的自助行事 楚家聘请了不少五星级酒店的大厨 整制韭菜 不得不说 厨师的手艺 十分出众 菜肴外表精致华美 吃起来更是让人赞不绝口 席间 金老爷子一直殷勤陪在黄小龙身旁 哪怕能够和黄小龙说一句话 都是莫大福气一般 楚妇和楚母把女儿楚婷婷拉到一边 详细询问这个准女婿的身份来历 楚婷婷确实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李家的人 近书都是一脸死灰之色 似乎在商榷 如何祈求黄小龙宽恕 至于楚豪 楚怀英 楚雄川等人 各自都是忐忑不安 想要改变态度巴结黄小龙 却又不敢上去找黄小龙说话 久过三巡 咦 那 那女孩 好眼熟啊 有宾客看向了不远处 只见 一名国色天香的少女 正鸟鸟走来 在她身旁 陪着一名全身一散 看着一种贵气的男子 双手环抱 表情慵懒 那少女 自然便是当年的麻氏第一美女 井小熙 而男子 是黄小龙的跟班 姬正宇 老师 经老爷子在黄小龙身旁 面容俱变 那 那男子舞蹈修为深不可测 气势如虹 恐怕 恐怕是来自十大古武世家的才俊啊 面容贵不可言 是一个人物 我 姬正宇 姬家的一名少爷 黄小龙笑了笑 克然 小熙 赤小熙 井老爷子 忽然私生大喊起来 神情激动 赤我的孙女井小熙 她的容貌 恢复如初了 井家的人 都是将井小熙给认了出来 尽数都是站出来 缓缓朝她走去 都站着别动 姬正宇弹了弹指甲 傲然说道 谁动 谁死 刹那间 一种莫名的气场 笼罩了井家每一个人 让得他们如芒刺背 一动也不敢再动 姬正宇对着黄小龙点了点头 然后伸出手指 往身后指了指 只见 一名身穿道袍的男子 接近三十岁 一脸英质 郑贱婷 郑贱婷 幸不得走了过来 坚声道 今天是井小熙 二十二岁生日 在她十八岁那年 我和她 有一个约定 那就是 今天 我会娶她 做我的老婆 也好 这么多人在场 挺热闹的 你们为什么不恭喜 我和井小熙 白头偕老 举案其眉 这道士的神色 骄傲得不像话 言语之间 竟是有几分癫狂 黄小龙眼角肌肉 微微一跳 一脸笑容地走了出去 第七百五十八章这幅 我也会画 要到现身 黄小龙按捺不住地 走了出去 说实话 今天和楚家这群土鸡娃狗 攀比人脉 挺没意思的 黄小龙深深地 感觉到了无聊 哪怕是装逼都不过瘾 恰好 这妖道来了 黄小龙也有些手痒痒了 譬如那种在人体内藏服 改变人样貌的手法 是不赚之密 乃是清朝一名 贪花好色的妖道独创 不得不说 这一招 的确独步天下 连黄小龙当初都花费了 一些时间去学习 才尽得真传 眼前这名道人 多半便是当初 那清朝妖道的传人 或者后裔 被黄小龙邂逅 也很难得 自然要好好耍弄一番 事实上 当这妖道一线身 在场有不少的女性 都怦然心动 浑身涌起触电般的感觉 妖道纵然面目有些英质森朗 但却有着难以掩饰的逼人帅气 她接近三十岁 深褐色的毛子目光清澈 其中却又藏匿着普通男人少有的不羁 长长的睫毛温顺地附在她的毛子上 她的鼻子坚挺 好似从中透露着一种倔强的个性 侧脸轮廓如花钢石一般 她的身高也是达到了一米八五左右 标准的男模身材 这等出众的形象 自然让人女人为之着迷 现场不少女人一脸花痴壮 哈哈哈哈 忽然 黄小龙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她双瞳中幽光一闪 只见 在那妖道的体内 竟是藏着一张符传 而她现在的样貌 乃是虚幻的 她本人真实面目 奇丑无比 大约只有一米六不到的身高 枯瘦 脸皮焦黄 秃头 九糟鼻 真实年龄也绝不是二 三十岁 而是至少有四十来岁 好嘛 她用一张符传 将自己变成了超级大帅哥 引无数女人飞蛾扑火 怎么 你认为我很好笑 腰道酷酷地瞪着黄小龙 眼神极其不屑 就好像是居高临下 在看着什么 为不足道的小人物 快给我滚开吧 李找死 姬正宇怒暮咆哮 竟敢羞辱大师 出言不逊 跪下说话 杰杰 腰道怪笑了几声 对姬正宇也是嗤之以鼻 我看你应该是鼓舞宗师吧 不过不算什么 在我面前 你最好不要啰嗦 否则 我会让你痛不欲生 可真够狂妄的啊 姬正宇怒急而笑 全身真气滂沱 发出骇人的江河奔流声 杀气如潮 就要动手 腰道丝毫不畏所动 只是冷笑看着姬正宇 可可 姬少 这个玩具交给我吧 黄小龙信悦地笑了笑 是 大师 姬正宇对黄小龙言听计从 这时 景小夕俏丝的脸容上 以及那春水般的毛子中 都略过惊怕的表情 她连忙跑到黄小龙身旁 低声道 就是她 我十八岁生日那天 遇到的 遇到的那个道士 就是她 别怕 我知道是她 黄小龙拍了拍景小夕的乡间 你竟敢动我的妻子 那妖道的眼睛 完全地冷漠了 死死凝视着黄小龙 脸上浮现出一抹兄弟之色 哈哈哈哈 真是搞笑 景小夕是你的妻子 我看你是有病 而且还病得不轻 黄小龙嘻嘻一笑 现在呢 景小夕就是我的人 我花了十块钱 把她从你家的一位少爷手中买过来 我手里还有一份转让协议呢 听闻此言 景家的人 尽数都是欣喜若狂 仿佛突然中了巨奖一般 今日所见 黄小龙的人脉 那是何等的逆天 就连景老爷子 都要在他身边唯唯诺诺 耳提面命 战战兢兢 倘若 景家攀上了黄小龙 那可以说是 李渔月龙门的一次莫大机缘 当下 景老爷子冲着那妖道 大声怒骂道 什么地方来的野道士 居然敢在 除老头八十大寿的宴会上搞事情 真是岂有此理 对了听小夕说 在他十八岁那年 就是你这野道士 对他失了邪法 害得他生不如死 好 今天 辛仇旧恨 一起解决 顿了一下 景老爷子一脸讨好的对黄小龙道 黄 黄大师 这个野道士 就让我们景家 替您拿下 再交给您处置吧 黄小龙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下一秒 景老爷子宁笑道 还不将这野道士拿下 话音刚落 一群景家的人 便是朝妖道扑了上去 欲要将其生生拿下 妖道嘴角微微上翘 不言不动 随意从怀中 取出一把黄纸符传 漫天花雨般扔了出去 口中念念有词 似乎在默念一段 凡傲古仆的咒语 道立弥漫 以 把出下和玄学会的道士们 尽数都是一致 这符传好奇怪 我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符传 马出下柳眉促起 马出下家学渊源 身为玄学会的会长 自幼经研各种符传 可眼前这妖道抛出来的一把符传 竟是让马出下一头雾水 他可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符传 咻咻咻一张张符传 鬼魅地渗入了景家众人的体内 他们身上也抱起刺目的光芒 很快光芒散去 令人惊骇欲死的一幕发生了 景家的人包括景老爷子 竟数都面目全非 只见他们都变成了奇丑无比的样子 而且还缺了一条胳膊一条腿 一个个瞪大眼睛 看着自己的身体如中梦眼 接下来景家的人 或许是因为不适应新的身体 竞数都是摔倒在地 哀嚎哭泣了起来 这符传的确神奇 在符传上画好瘸腿断胳膊的人形 以及特殊的符文 再配合咒语 便是能够将人变成符传上所画的样子 除非能够取出体内符传 否则终生便是这般模样了 在场之人 如同见鬼 眼中纷纷掠过经济之色 不由地后退了小半步 看向那妖道的眼神 也是充满了忌惮与惊悚 哪怕是姬正宇和经老爷子 这种鼓舞宗师 现在心里都有些坠坠不安 不 原来是你 是你破了我种在景小溪体内的符传 那妖道密封着眼睛 眼神渗出丝丝毒舌般的冷芒 锁定黄小龙 这倒是奇怪了 此符乃是我家传 逆而不宣 你怎么可能试破 并取出景小溪体内的符传 快从十招来 扑 哈哈哈哈 逆而不宣 很抱歉 这种符传 我也会画 要不 你试试 黄小龙行为盎然地笑了起来 不可能 这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符传 绝对没有泄露给外人 任你道法通天彻地 此符 也必是一窍不通 你会画 那好 我倒想试试 出画间 妖道取出一张空白的黄纸 既然你说你会画此符 不如 我们各自取一张符纸 现场画符 然后肿入对方体内 你敢不敢 妖道眼中 浮现出一抹戏烈残忍的表情 这张符 我会画成一根双手双脚都没有的人棍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很害怕啊 来来来 我们试试 黄小龙摩拳擦掌 也是取出一张空白的黄纸 第759张汪汪 汪汪汪汪 此时 黄小龙便是与那妖道对峙了起来 双方手中各持一张空白黄纸 就要画符 一蹶高下 场面去集 唯有景家之人 躺在地上发出绝望的哀嚎声 面对这妖道的诡异手段 现场这些普通人 自然惶恐不安 并且 心头也是忍不住有些看摔黄小龙 现在看来 黄小龙的人脉 的确通天彻地 但并没有展示过甚麻过人之处 而这名妖道 一上来几乎便是强势废掉了景家满门 此等手法 一般人没说尽了 哪怕是听都没有听说过 哼 小畜生 刚才你不是很嚣张吗 现在 我就看看你怎么死 楚妇的正希 眼中浮现出来怨毒之色 死死盯着黄小龙 幸灾乐祸地笑着 把屎皮面光 论真本事 就是个垃圾 楚妇和楚母紧张地流汗 楚婷婷反而出言安慰道 别担心 小龙是会画符的 马会长 你家传道法渊源 你怎么看 夏英关心则乱 难免有些紧张地看着马出夏 可以说 眼前这个妖道 其道法 是舍黄小龙之外 夏英所见过最强的一个 实乃尽敌 马出夏笑了笑 这个倒是祖上传下来的福传 太过诡异 我不是他的对手 不过 你们都别瞎担心 小龙根本就没有将他放在眼里呢 要不 我们开始吧 要到阴森森地看着黄小龙 就好像是在看一头带宰的牲口 不要紧张嘛 黄小龙懒懒散散地笑了笑 废话 我紧张什么 要到的笑容中 充满了讽刺和残忍 你好好享受一下 作为正常人的感觉吧 因为很快 你就会变成伤残人士 我说 你这个丑八怪 才应该好好享受现在这种冒牌帅哥的优越感呢 黄小龙言语一笑 我还真是有些佩服你 你不但骗人 连自己都骗 恐怕 你现在都活在梦中吧 认为自己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美男子 文言 那腰到脸上的笑容 骚然凝固 一对眼眸中 略过震惊的不像话的表情 旋即又是胸利滔天 将牙齿咬得搁直响 你 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 还不承认 好吧 黄小龙耸了耸肩 旋即 右手隔空抓射了出去 咻 腰到体内藏着的那张符传 纵然被黄小龙隔空抓了出来 一团刺目的光芒 将腰到缠绕了起来 等到这光芒消散 腰到终于显现出来了庐山真面目 矮小 微佐 九糟鼻 秃头 脸皮焦黄 丑 太丑了 丑不堪言 刹那间 四面八方 都响起了惊异的叹声 叫声 之前围腰到饭过花痴的女人 则都是五脏六腑翻滚 涌起一种恶心欲偶的味道 我的天啊 我还以为是个大帅饼呢 原来这么老这么丑啊 嘖嘖嘖 周密眉心眉肺的大声挖鼓起来 你 在 找 死 腰到被揭穿了卫装 震恶的想要吃人 她的五官 都完全扭曲了 蹊跷生烟 眼如厉鬼 因为样貌丑陋 身材矮小 腰到从小就有些自卑 幸好倒数有成之后 她可以用一张符传 改变容貌 欺骗世人 但她的逆龄 便是有人说她丑 这等于是在戳她的伤疤 今天倒好 黄小龙把她体内符传取出 让她在众目睽睽之下 曝露出来了原本那让人必知不及的模样 腰到恨不得将黄小龙错骨扬灰 下一秒 腰到从怀中取出一只朱砂笔 飞来的在黄纸上画起符传来 一缕缕古仆的道立 随着腰到的一笔一画 一散而出 并伴随有揪揪音风 让人不寒而栗 看见腰到画符 黄小龙却没有动作 只是戏略地看着她 笑道 我让你先画 我不急 很快 腰到便是在符纸上 画好了一个双手双脚断绝的人形 人形周围 是密密麻麻的细小符纹 腰到画好这张符 争您看向黄小龙 我要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给我终 画音刚落 腰到将画好的符传 抛向黄小龙 口中念念有词 吟唱咒语 黄小龙不言不动 就连脸上那嬉笑玩味的表情 都未曾变过 咻 说时迟那时快 扶转一瞻黄小龙的身体 便如马黄一般 钻进她体内 结结结 结结结 腰到啾啾怪叫了起来 眼睛是血 还不给我变成人棍 现场 不少担心黄小龙的人 都冷汗沉沉 唯恐黄小龙如那妖道所说 变成丑陋不堪的样子 不过 十几个呼吸过去了 黄小龙全身并没有丝毫意状 只是脸上的笑容 越来越盛 怎么 怎么回事 妖道瞠目结舌 她这张符传 明明已经打入黄小龙体内 却如泥牛入海 就好像是黄小龙将她的符赚给吞没了一般 黄小龙样貌丝毫不变 唯唯摇头道 看来 你家传的这招画符绝技 你没有学权 亦或者说 你祖上传下来的秘技 传到了你这一带 便有缺失 你怎么知道 要到身体如遭雷疾 对 黄小龙所言不差 这种画符的方法 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将人变成丑陋模样 甚至残疾 甚至能够将男人变成女人 将女人变成男人 不过 真正厉害的 是第二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 是在人体内藏符 把人变成畜生的模样 正如黄小龙所说 这要到祖传下来的画符秘法 缺失了第二个层次 无法做到 将人变成畜生 今天你就很走运啦 黄小龙乐不可知的道 很巧 我恰好会这种符传画法的第二个层次 你看好了 说完 黄小龙这才拿出朱砂笔 在手中符纸上飞快勾勒血画了起来 要到惊疑不定 脑中浮现出巨大的问号 他难道真的会我家祖传符传缺失的第二层次 将人变成畜生 不可能的 这一层次 我家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失传了 不可能的 说时迟那时快 黄小龙已然是手脚麻利的在符纸上 画了一条赖皮狗 周围一圈圈蝌蚪式的符纹 画好之后 黄小龙冲着腰道一笑 你仔仔细细看好了 这张符 你可不会画 说完 黄小龙便将手中符转 抛向腰道 口中念了一段咒语 修 符转如腹骨之躯一般 渗入腰道身体内部 砰 一大片光芒 从腰道身上爆了出来 这刺眼的光滑 让人看知不透 不知道现在腰道是什么状况 不过 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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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 光芒之中 传来几声清晰可闻的叫声 是狗叫声 第760章惊天动地之事 这时 汪汪汪的狗叫声 越来越洪亮 苗二方和周密 在一旁眉心眉肺的笑道 怎么会有一只狗啊 是谁家的小狗跑出来了啊 缠绕着腰道的光芒 逐渐的吞去 令人障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一幕发生了 腰道不见了 不过 确实出现了一条狗 这狗一身黄毛 毛色很不好 身上长满了界限 体格比一般的土狗大一些 是一条标准的赖皮狗 让人看了心里很不舒服 此时 赖皮狗被挤上的毛树立了起来 显现出来了极大的愤怒 而一对狗眼之中 却是充斥满了愤怒 屈辱 仇恨 以及莫大的震撼 毫无疑问 这条赖皮狗 便是黄小龙所画那张符 藏入妖道体内 让它变成的畜生 不过妖道却还是保留着属于人类的记忆和情感 它的一对狗眼 泛出人类的表情 怎么样 这回常见识了吧 黄小龙看着赖皮狗 肆无忌惮地大笑了起来 我就说过 你家祖传的画符之法 最重要的一个层次 失传了 但你是很幸运的 你今天见到了这种 把人变成畜生的符传画法 我想 你一定很开心吧 开心 赖皮狗呜呜呜吠叫着 呲牙咧嘴 恨不得扑上去将黄小龙撕成碎片 今天 今天总算知道什么是奇人异事了 那来自东安市的丁市长 连连感叹 一张符 就能把大活人变成一条狗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别人告诉我这件事 我一定送他去精神病院 爸 你现在对大师的法力 不会有什么疑问了吧 丁庆雪一脸崇拜 没疑问 绝对没有疑问 你爸我是福气了 丁市长连连道 丁夫人双手合十 对着黄小龙唯唯一败 就好像是在叩拜神奇 小龙真是无所不能啊 夏英等女人也是叹息不已 黄小龙随手一抓 将腰到葬入景家之人体内的符传 摄取而出 请客间 景家满门 便是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景家人 仿若结后余生 不约而同地朝着黄小龙跪了下去 感恩戴德 连番道谢 景小西眼放一忙 看了看那条赖皮狗 又看了看黄小龙 感觉到十分解气 这些年被妖道所害 饱受羞辱 苦不堪言 今天 黄小龙终于替他报仇了 汪 赖皮狗嘶吼一声 饿狼式的朝黄小龙扑来 张开血盆大嘴 就朝黄小龙的脖子要来 黄小龙嘴角一咧 随手一挥 隔空将赖皮狗打的侧飞出去 重重摔到地上 呜呜哀鸣 全场爆发出哄笑的声音 不过 此时此刻 在场每一个人 对于黄小龙的看法 又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最开始的时候 人们只是惊叹于黄小龙那层出不穷的人脉 可对于黄小龙本人 并没有什么敬畏之心 大约就是认为 黄小龙只是一个身份背景不俗的顽固 或许来自于一个古老的家族 但本人并不具备什么超凡的手段 可现在 黄小龙一张符将人变成狗 这就有些逆天了 若是得罪了黄小龙 他一张符飞过来 把人变成处生 这可是比死还更难受的折磨啊 是才羞辱看清过黄小龙的人 譬如楚父的正妻 以及楚豪 楚怀英 楚雄川等人 都是如坐针毡般忐忑不安 心中下定决心 一定要找机会给黄小龙赔礼道歉 祈求他的原谅 这种奇人 得罪不起啊 赖皮狗从地上爬了起来 又是愿毒又是恐惧地看着黄小龙 嗷嗷地叫着 似乎是在发力 要将体内的符传给逼出来 但黄小龙法力通天 他又怎能如愿以偿 嘿嘿 不要白费力了 黄小龙信念看着赖皮狗 我亲手画的符传 基本上就是无解的 那啥 做狗是什么感觉啊 是不是很故隐啊 把初夏盈盈走到黄小龙身边 眼泼如水 逼声道 小龙 这种符传我不会画 不过挺有意思 也挺厉害的 你能不能教教我啊 你是我的小老婆 我当然愿意教你了 黄小龙嘻嘻一笑 不过 你怎么报答我呢 把初夏粉脸唯唯一红 眼泛美光 爹声道 人都是你的啦 你还想要什么报答啊 不多时 赖皮狗挣扎无果 便是可怜兮兮的朝黄小龙跑了过来 一边摇晃着尾巴 一边用祈求的眼神 看着黄小龙 在黄小龙脚边打转 噗 小龙 他 他终于服软了 在恳求你呢 把初夏喷笑道 呜呜呜呜呜 赖皮狗发出哭一样的声音 狗眼之中 果然是流下了眼泪 小龙 他在哭呢 他其实蛮可怜的 人变成狗 心里一定很难受 纵于如跑了过来 满脸怜悯之色 他这是活该啊 孙伟也是走过来 一脸嫌弃 谁让他刚才耀武扬威的 想采小龙 这是自作自受 呜呜呜呜呜 赖皮狗哀鸣着 狗眼中渗透出一种急欲 对黄小龙表达一些事的表情 眼泪直飙 你有话想对我说 黄小龙玩味的笑了笑 呜 赖皮狗重重的点了点头 嘿 行 反正也挺无聊的 你跟我来 黄小龙朝着不远处 一个无人的角落走去 赖皮狗 屁颠屁颠的跟在黄小龙身后 把初夏和夏英等人 一窝蜂地跟了上来 走到一边 黄小龙轻轻在赖皮狗额头上拍了一下 笑道 现在你可以说人话了 不过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你抓紧 我 果然 赖皮狗口吐人言 这状况又是滑稽 又显得诡异无比 我错了 我 我 我错了 求求大师宽恕 我是有眼无珠 嘿 黄小龙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赖皮狗祈求道 大师 我 我以后再也不敢冒犯您了 大师 求求您将那张福转 从我体内取出来 我还有极为重要的事情 要去做 重要的事情 黄小龙笑了笑 对 在几天之后 有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我要和一些同伴联手 或许才能完成 为了这件事 我们已经筹备了促年 不能 不能因为我 导致功败垂成 大师 求您宽恕 放我去完成那件事 等那件事了结之后 大师 大师再把我变成狗吧 赖皮狗可怜兮兮的道 什么事 黄小龙问道 大师 我 我不能说 赖皮狗哭丧着道 这是一件惊天动地之事 不过 我背下了诅咒 不能在任何人面前 提起此事的内容 一旦泄露半个字 我就会被诅咒灭杀 魂飞魄散 顿了一下 赖皮狗连忙道 不过 如果大师您对这件事有兴趣 您可以去楚家村 到了楚家村 根据一些线索 您一定可以知道这件事的内容 可我不能讲出来 大师 求您开恩 求您开恩 惊天动地之事 黄小龙唯唯一致 楚家村 请不吝点赞 关于是 明镜与天启 启点赞 关于是